第481章18玄武 凌峰走了 狂傲地降临 又潇洒地离去 雪月圣院的人一个个看着凌峰离去的背影 心情很负责 凌峰 将雪月圣院视若无误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还杀了他们雪月圣院的一个长老 而且 这还是凌峰故意放其他人一马的结果 如果凌峰愿意 那些站在虚空中的强者 相信没有几个人能活着 凌峰 他不杀天狼王 是因为想要天狼王亲眼看着云海宗的复兴 看着雪月圣院的毁灭 黑夜当中 一头妖兽兵是于雪月皇城的虚空 凶兽琼琪身上的毛发尽是赤火之色 显得格外的明亮 凌峰坐在琼琪的背上 眼眸本是避着的 但此刻 却突然张开来 寒芒闪烁 不仅是凌峰 琼琪也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售吼 玉空的身体停下 盯着前方 一行漆黑的身影缓缓地出现在 凌峰和琼琪的视线当中 这群人全部都是欲空而行 身体轻柔无比 竟然全部都是玄武镜的强者 人群到达凌峰身前的时候停了下来 并呈善行将凌峰围住 一缕缕夺目的刀芒在月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寒芒 更衬托出月光的冰凉 好冷磁石的空间 带着凄凉的冷冷人人的身体魂魄 18位玄武镜强者 林峰扫视了人群一眼 一共18人 全部手持寒刀 这阵容 倒是真看得起他林峰 你们是什么人 林峰问了一声 虽然他并没有指望对方能回答 但还好歹也要问一声 这些人的身份 他心中感到有些狐疑 他得罪的人中 要说能派出这等阵容的 太少了 万兽门和羽嘉也许会有18玄武镜强者 但若说18人全部是持刀强者 不可能 万兽门和羽嘉 没这种底蕴 除非是 几大势力联手 还有天峰国 一个国家势力 当然是有这等势力的 但问题是 天峰国潜入这么多强者进入雪月境内 而且在皇城当中截杀他 雪月国的人难道都是瞎子 看不到 而且那封城 似乎也没有这么蠢 今天他的行为已经得到了若兰山的认可 即便封城他们想杀自己 恐怕也要光明正大 派遣天才单杀他 用这种阴暗的手段即使杀了他 恐怕若兰山那边封城也不好交代 林峰 他猜不透 这18玄武镜强者到底是什么人 要你命的人 一道寒冷的声音从其中一人的嘴中吐出 18人的刀同时举起 发出清脆的声响 刀之光滑在虚空中晃动 竟全部凝聚于一点 朝着林峰的眼眸中刺来 很刺眼 让林峰的眼睛都闭了下 就在他闭上眼睛的瞬间 一股漆冷的寒意绽放而出 刀芒闪烁 虚空当中 前方左右两侧 全部都是寒光之刀 朝着他斩去 任何一刀都足以致命 风 林峰身体轻动 飘然清零 快到不可思议 风力的寒光之刀 在虚空中划过 发出一声细微的轻响 如风拂过空间 几不可闻 又是一道刺眼的刀芒射来 让林峰微微贴过眼睛 这些人不对富穷习 只杀他 敏锐的感知当中 林峰的前后左右 全部都是寒意 此时的他 似乎已被围住了 痴 细微的声音传出来 林峰脚步一颤 手中一股剑意吞吐 一剑斩杀而出 将上空以及前面全部覆盖 但也就在这瞬间 后面又传来一股森冷的感觉 让他无法集中全部的心神对付 脚步在虚空一踏 林峰干脆让穷奇往下降 自己一人往前踏出去 披靡的剑光斩杀而出 一往无前 前面的人都被斩退 不过立即有好几人补上 极柄刀同时绽放光泽 刺向林峰 刀芒竟然会聚在一点 一股锋锐无比的刀翼绽放 斩杀一切 通龙 刀芒与剑光碰撞在一起 撕裂着空间 一股恐怖的进风新来 林峰的眼眸唯唯一鸣 阵法 这十八人 全部用刀 是一套阵法 配合极其的精妙 水泄不通 痴痴 上空 后面 都是刀芒 锋锐的含义刺在林峰的身上 很冷 他们似乎不准备让林峰有片刻的间隙 不断地攻击 一股恐怖的杀伐之气 从林峰的身上绽放而出 林峰的瞳孔变得格外的冷 无情的冷 不论这些人是谁 要杀他 就要死 吼 恐怖的紫蛇之魂在虚空中狂猛地卷动着 化作紫色湖泊汪洋 将周围的虚空都笼罩住 强大的灵魂力量从林峰的身上扑出 融入紫魂当中 一道道紫色的浪潮疯狂地翻滚 卷动 嗯 那些黑衣人目光一宁 这紫色湖泊没有对他进行攻击 甚至没有去残绕眷住他们 只是在周围疯狂地战动旋转 淹没天地 整个空间 变得暗淡无光了起来 看不到漆冷的月亮 通龙 一股碰撞之声在虚空中战动 林峰借助一股反正之力 身体竟朝着下空降落 迅猛无比 有人想要追杀 却看到一道道紫光扑来 让他们追杀的脚步一致 看不到林峰在哪里了 若是贸然杀出去 被林峰带住机会 一见就能毁灭他们 怎么都在这里面 一人开口说了句 那些黑衣之人对视一眼 十八人 一个不少 全部被紫光围绕住 一起冲出去 那人又说了一声 狂暴的紫光显得极其的暴虐 也冲向他们 瞬息将他们的身体全部卷住 淹没所有人 让他们突然间失去方向感 仿佛时间静止了片刻 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 这座骇然的发现 周围的人不见了 现在的他 似乎身处一座囚牢当中 独立的囚牢 九宫困龙大阵 所有人的瞳孔都是一阵收缩 这座大阵 他们当然认得 强大的困人患阵 只困人不杀人 林峰站在阵法的外面 看着眼前的阵法 目光闪烁出一道冷光 脚步一跨 随即他的身体 直接出现在了其中一人的面前 让那人眼眸一僵 现在他是独自面对林峰 告诉我 你们是谁 林峰冷漠地问道 那人目光闪烁 却没有开口 不说 杀 脚步一跨 林峰如风的身体 瞬息出现在那人的面前 杀伐之剑滚滚而出 刀芒耀眼 那人以刀抵挡 但他独自一人 如何能够挡住 林峰的杀伐之剑 刀芒被淹没 唯有杀伐 但毁灭之剑 降临他眼前的时候 他才真正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随即 他的身体在杀伐之剑湮灭 被毁灭 林峰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脚步一跨 又到达了另外一间紫色的囚牢当中 囚牢中的黑衣之人 脸色同样一僵 危险的有些苍白 谁派你们来的 林峰再度问道 那人眼眸盯着林峰 冷漠地回应道 林峰 没想到你竟然能够布置九宫困龙大战 这次是你幸运 但下次 你必死无疑 就算真有下次 你也看不到了 林峰抬起脚步 杀伐之剑再度杀出 片刻之后 又是一人 死 杀伐 在囚牢中不断地进行着 一个个玄武镜的强者被抹杀 死在林峰的剑下 当十八人全部被抹杀 虚空当中紫色囚牢消失 林峰站在虚空当中 黑夜中 如沙神般 但他的眼眸当中 却没有半点的得意之色 他的身份已经曝露 月梦河之子 被段乌涯探中 连若兰山 也已认可了他 但这些人 还敢杀他 而且配合精药无比 显然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更恐怖的是 他们面临死亡 竟没有一个人说出来 他们到底是何人 这种敌人 很可怕 他们的背后站着的人 更可怕 第482张万剑启发 雪月 龙山帝国来人 天风七十架林雪月 却在皇室的夜宴当中 被林峰一个个的侮辱 甚至抹杀两人 而在当日的黑夜中 十八玄武强者不正为杀林峰 却全军覆没 再加上月圆之夜 湘江之上的对决 整个皇城当中 似乎都被一股暗流牵动着 看不见 但所有人都明白 这股暗流很凶猛 随时可能爆发出来 在皇城之外 距离几十万里之遥 却同样有着一件震惊的大事发生 方圆之地全部都沸腾了 但消息却没有那么快传入皇城当中 这一日 雪月最强的一股势力 昊月宗遭受了灭顶之灾 昊月宗在前几日的月圆之夜 湘江湖畔 宗门之主楚秦 以及最强天才大鹏公子 都被林峰一个人杀了 昊月宗群龙无首一盘散杀 这一天 过万铁骑 骑着赤血战马 跨入昊月宗内 所过之处 血流成河灭门 这过万赤血铁骑 将昊月宗灭门 连根拔起 除了一些在外以及侥幸逃脱的人外 昊月宗其他人 全部被杀死了 整个昊月宗 血流成河 沙发的惨叫声 整整持续了一日之久 才平息下来 黄昏 黑鸭以及野鹰的 在昊月宗的上空盘旋 偶尔俯冲而下 用利嘴叼走 渐渐变得腐烂的尸体 一股无尽的凄凉之意 在蔓延 残阳 如血 此时 那只沙发铁骑 已经远去 在昊月宗所在的山脉上 有一行身影 站在那 看着血流成河 以及尸横片野的苍凉 只觉心头 生出一股植入灵魂 深处的寒意 这就是五道的世界 献血 是要血来偿还的 他们当然知道 那只铁骑是什么人 是血铁骑 扬州城 统领林峰麾下 而林峰 曾经是云海宗弟子 当年 昊月宗增身 雨过覆灭云海 同样杀的云海宗失衡片野 血流成河 林峰 讨债来了 昔日云海宗的天父弟子 如今已经明冻血月 当然要用鲜血 血洗礼曾经的仇恨 昊月宗 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被灭的宗门 或许 这只是一个开始 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样 昊月宗 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那只是一个开始 在距离昊月宗万里之遥的云海山脉 整个山脉人心惶惶 山脉的所有出口 除了通往黑风岭那妖兽群居的出口 其他地方 全部被封死了 赤血铁骑 封云海山脉 已历时七日 这七日 云海山脉主封上的人群 一个都不准走 全部要被封死在了里面 唯有其他封的人群 才可以在这七天内离开 这七天过去之后 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不走 就是死 谁敢留 这支铁骑 是来复仇 来杀人的 谁处其怒 必死无疑 山脉的周围 赤血铁骑静静地待在那 目光平静 冷漠 整齐划一 却又没有一点声音发出 有人寻遂已经走出山脉 却并未离开 在远方看着这群人 他们想要看到 这赤血铁骑 是否真的要让云海宗血流成河 而此刻的云海宗 煮风之上 所有人都一阵惶恐 极其的不安 恐惧不断地在人群心中蔓延 他们已经被围困七日了 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结局是什么 他们即将面临的 很可能是死亡之灾 没有人不畏惧死亡 只是有的人看得清 有的人看得虫 当死亡真正的降临 说不恐惧 那不可能 尤其是他们明知道死亡越来越近 还只能待在这里无法离开 这种等死的滋味 让人濒临疯狂绝望 这煮风之上的人 有浩月宗的人 有冰雪山庄的人 也有一些万寿门 以及雪月圣院的人 他们瓜分了整个云海 将这里当作他们的基地之一 这片临近夭寿森冷黑风岭的山脉地带 还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每一个宗门都插了一脚进来 但现在 这片山脉却即将成为死亡山脉 他们现在想走都走不掉了 就在这时候 整个山脉中的人群 突然都像是疯了一样 朝着云海中的风云峡谷逃去 滚滚的铁骑之声轰隆隆地响起 沙尘满天飞扬 赤血铁骑入山了 他们围困七日之后 终于要动手了吗 所有人都在招一个方向逃 或者说赤血铁骑 在逼迫着所有人朝一个方向而去 位于主峰中央的风云峡区域 其余八面之地 全部被铁骑践踏着 中央风云峡区域 人群越来越多 所有人环视左右 发现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人 这让他们心中的恐惧越来越盛 他们当然清楚 这是要将他们求杀 求在这风云峡中 然后一起杀戮 但即便他们知道又能如何 不如风云峡谷 恐怖就已经被铁骑践踏杀害 他们别无选择 终于 偌大的峡谷被人群所占满来 整个峡谷中全部都是人 抬起头 看着看着峡谷的上方 一道道铁骑出现在了那里 目光俯瞰而下 在这些铁骑的身上 全部都背负着剑 一个个面色冷漠 带着铁血杀气 许多人的心在狠狠地战斗 战立 这一幕是何其的相似 当初天狼王带领几大宗门势力 降临云海 其场景不就如眼前一样吗 历史仿佛是在重演 上空围绕着的人群 依旧是吃血铁骑 但下空方向 被困在峡谷中的人 却不再是云海宗的人 而且那些让云海宗覆灭的人 相似的一幕 却完全相反的结局 从来没有人料想到的结局 空间当中一片沉寂压抑 远处伴随着一声呼啸之响传来 很快人群就看到虚空当中出现了两道身影 一人一兽 人年轻俊秀 白衣飘动 妖兽浑身赤火之色 星赤羽翼目露凶盲 凶利可怕 所有人都抬起头 看着那虚空中的身影 可怕的妖兽 英俊的青年 然而那青年给人群带来的震撼 远比妖兽更强烈 凌峰回来了 其坐在可怕的妖兽身上 复仇来了 那在两三年前 还只是云海宗外门弟子 一个刚踏入零五境的青年 如今高高在上 被封扬州统领 赤血诸侯 统帅万军 其他恐怖的悬腰 驾临他曾经的宗门 若云海宗还在 凌峰归来 和其荣耀 然而 宗门不在 留下的 只有满腔仇恨 凌峰归来 只为复仇 凌峰的目光并没有看下方 而是看着这片熟悉的山脉 曾经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但光阴已逝 云海宗留给他的 唯有背负的血债 让他来讨还 目光缓缓地转过 凌峰的眼眸看向下方 那曾经许多次踏足的峡谷 风云峡 还有那一片高台 生死台 风云峡 生死台 凌峰依稀还记得自己几度踏入其上 如今 故地重游 却早已误视人非 那些熟悉的身影都已经不在了 但他似乎还能看到柳飞追杀他的情景 看到空老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庞 与北老的何许笑容形成鲜明的对比 凌峰的目光扫向峡谷中的人群 俯瞰下方 如今这些人在他凌峰眼中 近街楼椅 就和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看凌峰一样 凌峰的手掌 缓缓地举了起来 顿时整齐划一的声音传出 消杀之气在虚空中蔓延 数万只剑 全部举了起来 对着那峡谷之中 峡谷中的人群脑袋不断地摇晃了起来 心神战斗不休 盯着那些剑 他们的脸上全部都是恐惧 在这无情的世界 对敌人没有仁慈之心 鲜血 总该用鲜血来偿还的 伴随着凌峰的手掌落下 数万只剑矢 破空而出 万箭齐发 第483章云海重现 屈空当中 密密麻麻 唯有剑矢 遮天蔽日 峡谷中的人群抬起头 看着那将峡谷都要笼罩的剑矢 目光都是一阵呆滞 似乎连恐惧都忘记了 嗡嗡 箭矢降落 越来越近 嗡嗡的声响 颤动在耳膜当中 同样也颤动在 他们的灵魂当中 他们的身体在颤抖 他们的灵魂在站立 啊 尖锐的恐惧之声 在空间颤抖了起来 随即又是凄厉的惨叫 死亡的哀鸣 箭矢终于落入了峡谷当中 终结的序曲开始奏响 这一幕 仿佛轮回中的注定 命该如此 而且 这还仅仅是第一波 当第一轮的万只箭矢落下 又是一轮万箭齐发 永无止境 今日 注定是毁灭之日 天地都要发出哀鸣之声 凌峰站在虚空之中 俯瞰风云峡谷 面无表情 或者说他已经麻木 没有人看到这种震撼的场面 能保持平静 凌峰的心也不能 但该讨还的终究是要讨还 他们种下了因 就要承担相应的果 若是他日他们的朋友 或者后人找凌峰报仇 凌峰死 也无怨 因果回圈 本就不会有终了之时 他不是佛 无法普度众生 他能做的 唯有一点 以杀只杀 三轮箭矢齐下 峡谷中的人群全部躺下了 他们的鲜血仿佛要汇聚成河流 将地面都完全染红 可以了 站在虚空中的凌峰淡淡地说了一声 顿时所有人的箭矢放下来 垂在那里 这些军事 他们的目光依旧是那么的坚韧 没有任何表情 军中之人 谁能不杀伐 谁的手中没有鲜血 更何况这群人 不是普通的军事 是赤血军团 每一个人的手中 都有许多的鲜血 当初 几十万将士买骨 他们也不是没有见过 这些人的死 还不足以让他们太震惊 太动容 江湖恩怨 也如战场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赢家 他们能够做到的 只有服从 绝对的服用 军令如山 如今凌峰的话 对他们而言 就是军令 画出如山 凌峰说停 所有人全部停下 没有一人在动手 穷奇 交给你了 凌峰淡淡地说了一声 只见他坐下的穷奇 发出一声嘀吼 随即身体扑出 朝着峡谷的方向而去 在到达峡谷上空之时 穷奇的嘴张开 猛然往前一吐 顶刻间一股熊熊烈火 从他的嘴中吐出 将那些躺在地上的尸身燃烧起来 也将地上的鲜血蒸干 穷奇之火 和其强烈 尸体欲火即焚 鲜血欲火则干 巨大的雨衣摆动 穷奇在峡谷的低空盘旋 绕着峡谷旋转了一圈 很快 整片峡谷全部都被火焰笼罩 沐浴在了火焰当中 可怕的火焰之光冲天而起 将天际都染得通红 远处的人群 他们抬头看向云海中方向 只见云海山脉的高处 一团火光冲天 天空之上都有虚幻的火焰之光 在摇摆着 这一幕 让他们的心也跟着这团火焰在战斗 如此强大的火光 这是在焚山吗 那些将云海中占据的人 还能活下去吗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都在暗暗庆幸 还好昔日围杀剿灭云海中 没有他们的份 否则的话 今日的死亡名单之上 恐怕会添上他们的名字 林峰 太可怕了 他的复仇怒火 要将整个血月都轰动 在以后 有许多人回忆称 这炽热的火焰 燃烧了三天三夜 天都被染红 云海山脉主风之上 没有了黑夜 黑夜都被火光照亮的通红 更恐怖的是 这团火焰燃烧着的 是人的尸身 当然 这些都是后来之事 此时的凶兽穷奇回到林峰的座下 林峰看着那团火焰 吸了口气 随即到 浩月宗已灭 云海山脉收复 我林峰 以云海宗宗主之名宣布 今日起 云海宗 再现血月 吼 吼 吼 许多道恐怖的嘶吼之声传出 仿佛是妖兽在嘶吼 那是人的嘶吼 昔日云海宗被灭 不少云海宗之人被断天狼贩卖 刻上奴印 沦为奴隶 后来被林峰解决 如今 他们已经并入了赤血军团当中 当然 也许这支军团已经不能称呼为赤血军团了 至少不再是昔日的赤血军团 为血月国征战 如今他们只有一个领袖 林峰 这些昔日云海宗的人 满腔仇恨 他们曾经是奴隶 被人囚禁 如今 他们看到终于在现血月 这种兴奋 是其他人无法体会得到的 在云海宗 休整三日 下一站 冰雪山庄 林峰淡漠的开口说道 云海宗重建 并非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行的 他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如今在他的手下 有数万零五强者 一支强大的军团 林峰准备将他们改造成几支不同的军团 一支军团 仍然和以前一样 冲锋陷阵 斩杀敌人 一支军团 从赤血军中挑选出一些年轻 天赋出众的人 让他们主要负责修炼 变强 林峰要打造的军团 既要是吃血 又要是云海宗 不再是纯粹的军团 也不再是纯粹的宗门 没有强大施力为后盾的宗门不会长久 没有后背力量的军团终究要覆灭 唯有相辅相成 方能长胜不衰 当然 这些只是存在于林峰心中的念头 真要还需要靠任轻狂他们去执行 林峰他自己对于这些可是并不怎么擅长 林峰他们 在云海宗停留了三天 将云海山脉整顿了一番 而在这三天 昊月宗被灭门 林峰带人抹杀云海山脉所有人群 重新占据云海山脉 重建云海宗的消息以恐怖的速度朝着雪月国扩张出去 所有得到消息的人都心头震惊无比 昊月宗 一个巨大的宗门 就这么被灭了 雪月国的大势力中 最先毁灭了云海宗 然后是洛霞宗 洛霞宗先是在天洛古城死了许多强者在林峰他们手里 后来驾临皇城的时候众多强者连同宗主一起被太子段无道杀了 之后洛霞宗宣告解散覆灭 从雪月国消失 而如今 昊月宗成为既洛霞宗后又一个覆灭的宗门 而且更加的彻底 被灭门 昊月宗的灭门 同时还象征着云海宗的重现 昔日云海宗的弟子林峰 早已名震雪月 如今更是无人不知 为云海宗宗主 现如今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一处地方 冰雪山庄 林峰的下一站 会见冰雪山庄 冰雪山庄覆灭之后 也许 林峰会指导皇城 云海宗被灭 牵扯的人太多 牵扯的势力 都太强大 林峰重建雪月 要复仇 一个个杀过去 就必然要杀入皇城 许多人都开始在期待 林峰 他能否缔造属于他的神话 雪月神话 第484章 五尺寒雪天 冰雪山庄 位于雪月国的北方 在一片冰雪当中 可以说是皇城之外的四大势力中唯一不在山脉中的宗门势力 此时的冰雪山庄中 雪花堆积三尺之后 在雪地之上 有着一道道深深的雪痕 偌大的冰雪山庄宛若一个童话之地 白茫茫一片 在冰雪山庄百里之外 同样飘荡着雪花 在雪地之上全部都是印记 一个个铁骑踏过的痕迹 在这里 竟然驻扎着一支强大的军团 足有万余人的可怕军团 这支军团 正是赤老带领的人群 掀灭了浩月宗 听从林峰的话 改到冰雪山庄 是老选择在这百里之外 等候林峰的大部队集结 因为距离冰雪山庄 不是太远的缘故 他们可以监视冰雪山庄的动静 至少不让他们迁徙逃跑掉 将一座空的山庄留给他们 当然这也是相应的 他们能够监视到冰雪山庄的动静 冰雪山庄并也可以知道 他们的一切 知道他们驻扎在这里 知道他们的人数有多少 这一日 有许多道身影踏着冰雪 缓缓地从远方走来 伴随着这一行身影的靠近 雪花都仿佛飘荡得更加的厉害了 万语铁骑看到这群过来的人 立即都做好战斗的准备 他们倒是有些意外 这些冰雪山庄的人没有归缩在山庄 竟然主动跑出来了 当然冰雪山庄也有自己的看法 归缩在山庄内 其实就是等死 浩月宗被灭 凌峰夺回云海山脉并重建 云海的消息已经传进了冰雪山庄当中 如今这数万的军事只是驻扎在他们百里之外而不进去 很显然是在等待 等待凌峰带着后面的不对和他们会合 既然是这样的话 他们冰雪山庄以后面对的敌人会越来越强大 为什么不现在主动出击 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赤老站在人群的前面 看着那些踏来的人共有几百之众一个个目光冷漠 身穿白雪衣衫身上都透露着似有似无的含义 这含义是由他们修炼的功法决定的 冰雪山庄的所有人都是冰破五魂 修冰雪功法宁冰雪真元无以例外 很快冰雪山庄的人群来到了大军境前 虽然有数百之众但在一支万鱼军团的面前 却依旧显得渺小 仿佛不存在一样 走在最前面的人 正是冰雪山庄的庄主 韩雪天 赤老 昔日一别 没想到我们还会见面 韩雪天对着赤老微微一笑 冰雪山庄距离天落古城并不是太遥远 他们冰雪山庄的弟子经常出没于天落古城当中 韩雪天本人也曾不少次到达天落古城 只是没有声张 而在天落古城的时候 他就已经见过赤老的 我也没有想到 世事无常 再次见面 我们就成为了敌人 赤老淡然地回应了一声 韩雪天摇头道 赤老所言不妥了 我韩雪天从没有和赤老为敌的意思 只要赤老愿意 我们随时可以成为朋友 而且 我冰雪山庄 愿意后代赤老 韩雪天 他竟然想要拉拢赤老 不过回应他的却为有摇头 道 韩雪天你不需要多说什么 如今你我个为其主 你是冰雪山庄的掌门 我跟随凌峰 现在凌峰要和你为敌 我赤老鬼即便想要交朋友 也不是太妥当 韩雪天的眼眸 微微有些僵硬 赤老竟然亲口承认 他现在跟随凌峰 堂堂天落古城顶顶大名的人物 韩雪天怎么也没有想到赤老会跟着人 沦为别人的附庸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迫唤你与凌峰之间的感情来 看来这一战 是不可免了 韩庄主若是想要现在就动手 就尽管动手吧 赤老淡漠地说了一声 很坦然 那韩某就得罪了 韩雪天的脚步一跨 在地面上流下一窜雪痕 速度顺序扑向赤老 说战就战 果断无比 天空中飘荡着一片片的雪花 仿佛天地间都只剩下了雪花美景 其他的一切都暗淡无光 但赤老却没有观赏雪花的心情 对于面前的冰雪山庄庄主 他哪里敢掉以轻心 一股可怕的火焰燃烧而起 韩雪天修炼冰雪 而赤老则正好相反 修炼火焰 脚步往地面重重一踏 赤老可不管做出什么动静来 直接朝着对方扑了过去 浑身上下 全部都是火焰 痴痴 韩冰和火焰碰撞在一起 发出痴痴的声响 火焰想要让冰雪都燃烧起来 而冰雪 却想着将火焰全部消融掉 两道身影 一触几分 赤老果然厉害 不愧是当年明镇天落古城的人物 我韩雪天 今天正要好好领教 如你所愿 赤老回应说道 坦坦荡荡 两人的身体又一次都动了起来 从地面站至空中 数万铁骑人群 都看着他们战斗 没有插手 这是赤老和韩雪天的战斗 冰与火的碰撞 当然 玄武镜四众强者的战斗 他们想要插手也插不进去 两人都是越战越勇 不断地腾空 冰与火都变得极其地暴虐了起来 让人群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他们两人 此次战斗 谁能胜 就在这时候 一道彻骨的寒意突然在虚空中绽放 让许多人的目光全部都是一江 不好 铁骑一方的人群目光都是一宁 只见在冰雪山庄方向有一道身影一步跨出 腾空而起 气息非常强大 冰天雪地 极度冰封 这身影以及韩雪天两人同时开口 一人吐出一道身影 顿时一股恐怖的含义将赤老周围全部封死 冷冷到极致 卑鄙 铁骑一方的人群全部都是目光凝固 这窜出来要对付活老的身影很年轻 他们都想到了一个人 冰雪山庄的少庄主 洛雪公子 潘雪天和赤老战斗 双方的人本来都没有插手 但现在 洛雪公子竟然出手偷袭 好卑鄙 滚开 活老同时面对两个人的攻击怒吼一声 但冰封的气息依旧降临在他的身上 寒意侵入他身体当中 让赤老浑身都哆嗦了下 身体朝下降 赤老 要委屈你了 潘雪天冰冷的笑道 这数万铁骑 一个个神色丰锐 恐怕都是强者 他们要杀出去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活捉对方的领袖人物 好无耻的人 一道滚滚的咆哮之声远远的传过来 让人群目光一颤 看着那如风的身影 赤血铁骑的人群都笑了 临风 到了 至于冰雪山庄的人群则都目光一凝 寒雪天身体再度暴增 朝着赤老冲杀过去 身上透着强烈的冷漠之意 赤色脸色一僵 他刚才受到冰雪之力攻击 已经受伤 若是寒雪天在击中他 恐怕也就差不多了 给我滚回去 一道可怕的声音传出 恐怖的沙发在虚空中浮现一道黑暗之光 拦截在寒雪天以及赤老之间 落雪公子本也想出手 但凶兽穷奇的身体突然浮现在他面前 阻挡住了他 碰撞的声音传出 寒雪天终究没有能攻击到赤老身上 凌风及时赶到了 凌风是老和妖兽站在一起 寒雪天和落雪公子则站在一起 双方都盯着对方 目光寒冷 果然是小人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更容易了 凌风冰冷地吐出一道话音 道 弑雪军团听令 杀 杀了这些人 再杀入冰雪山庄 一起动手 所有人全部杀了 一个不留 寒冷的话音让空间温度都仿佛降了几分 凌风怒了 要彻彻底底的毁灭冰雪山庄 第485章 血染冰雪 一起动手 全部杀了 寒雪天和赤老对战 落雪公子突然偷袭 以人数来取胜 既然如此 还有什么规则可言 比人数 怕谁 赤雪山庄的人群目光全部都是一将 赤老没有情拿住 被凌风冲出来阻止了 而现在 他们还要承受数万铁骑的怒火 可怕的怒火 轰隆隆的声响传出 铁骑阵战大地 一股可怕的煞气冲天 让冰雪山庄的人都露出恐慌之色 真正的恐慌 赤老 你去休息 这两人 交给我杀 赤老服下一枚丹药后 气息也平稳了些 以赤老练丹师的身份 这伤势若是及时控制 想必对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好 赤老倒也没有去和凌风客气 以凌风的修为对付两个玄武镜四众的人 应该不成问题 赤老退下之后 一股可怕的杀气从凌风身上释放 杀伐 是意志 寒雪天以及洛雪公子被沙发笼罩 心中一寒 身上的冰雪气息滚滚而动 在他们的四周 雪花飘落 然而这一片片的雪花却在寒风中呼啸 在沙发中战斗 沙 凌风脚步虚空一跨 顺习即到洛雪公子的身前 沙发之剑挥舞而出 恐怖的力笑之声刺耳 寒冰 洛雪公子猛喝一声 无尽的雪花朝着凌风飘荡而来 随即在凌风的真元之剑上凝聚 要将凌风的剑给封住 冰天雪地 一旁的寒雪天轰沙过来 携带着一股强悍的冰霜气息 整片空间一片冰雪 强大的功法武器能够改造空间 这绝非虚言 凌风的沙发可以让空间变得沙发之地 冰雪山庄的寒冰功法 可以让周围化作一片冰雪之地 即便此刻的太阳药木 都无法将冰雪融化分毫 而且当冰雪汇聚越来越多 冰雪山庄的人会越战越勇 因为他们修炼的就是寒冰 在冰雪天地中发挥出最强威力 但他们的对手则不然 冰雪越来越强后 他们的实力会受到削弱 受到影响 因此实力相近之时 绝不能和冰雪山庄的人久战 他们的战斗力绵长持久 久战很危险 不过凌风 也从来就没有久战的想法 不需要 滚滚的沙伐之气将覆盖在其上的冰雪碾碎 一柄黑色的剑出现在了那里 一股恐怖的毁灭气息蔓延而出 沙伐 此时的沙伐 融入抑制 沙伐抑制 虽然这股剑之沙伐抑制只有一种 但也足够了 沙 一道力喝之声滚滚传出 黑色的光闪眉 一闪即逝 消失不见 吃吃 一声倾向传出 寒雪天朝着凌风攻击过来的身体 僵硬在了虚空当中 他依旧是在保持着原来的动作 但却已经前进不了分毫 低下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腰身 那里 鲜血缓缓渗透而出 甚至 渐渐地开裂 啊 一道凄惨的叫声在空间中回荡 人群抬起头来 就看到他们的宗主寒雪天 被拦腰斩断 眼睛都还是张开着的 但身体却已经分离 这可怕的一幕让他们一个个 战斗不休 就连刀剑就要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都忘记了 自己也被斩杀掉 逃 这是人群心中浮现的唯一念头 他们不想再殊死抵抗了 连宗主都被凌风一剑斩杀了 他们去面对这数万铁骑 值得吗 冰雪山庄的人都开始逃了 无论是宗门中的长老还是天父弟子 没有人想要死 和宗门同生共死是大义 但绝大多数时候 人对死亡的恐惧之心会远胜于对忠义的敬畏 逃跑 再正常不过了 但逃得掉吗 只要是想逃跑的人 立即就无数的箭矢对着他破空杀出 密密麻麻的箭矢即便是不准 但数量之多也足以将他埋葬掉 他们的结局只有成为火把 不仅是其他人想要逃了 落雪公子看到寒雪天被斩杀 看到冰雪山庄的人群四处被杀 他的双眸赤红 但却提不起了杀意 如今的凌风 太可怕了 他已经无力面对 双手舞动 空间呼啸 滚滚的天地冰雪汇聚成一片气流 伴随着落雪公子双掌吐出 滚滚的冰雪气流疯狂地朝着凌风扑出去 而在同时 冰雪真元的力量在落雪公子的脚下凝聚成一片巨大的雪花 带着他呼啸离开 朝着与冰雪山庄相反的方向逃离 冰雪山庄 没救了 毁灭已成为必然 看着落雪公子逃跑的身形 凌风冷漠的一笑 落雪公子不过玄武近似重 在他的手中 可能逃掉吗 随风 心神为动 凌风感悟自然风生 身体闪烁 每一个动作都细微无比 仿佛蕴含无数变化 融入风的律动 凌风的身体仿佛没有风的阻力 朝着落雪公子射去 就如一阵呼啸的风一样 死亡的气息降临在落雪公子的身上 让落雪公子浑身猛然一颤 回过头看了一眼 他看到的 唯有一道沙伐一指之光 见之沙伐斩下 落雪公子的身体一分为二 他和凌风一样 从黄城中赶赴而来 但等待他的 却只有死亡 也许在临死的时候有些悔恨 为什么明明知道凌风的可怕实力 他还要刻意从黄城中赶赴冰雪山庄 想要拯救宗门 他早该意识到 在凌风决定要复兴血月的时候 宗门已经没救了 毁灭似乎是必然之事 但现在无论他怎么后悔都已经晚了 一切都尘埃落定 看着落雪公子倒下 凌风面无表情 他似乎没有去想 昔日雪月国名声赫赫的八大公子 已经在他的手中死了两个 排名第六和第七的大鹏公子以及落雪公子 纷纷被他所杀 八大公子 八位天才 只剩其二 看着地面上的战团 几百人的溃散之君如何能够与 视若猛虎的数万铁骑抗衡 等待冰雪山庄的 只有毁灭 在地面上 有一人的战力尤其强悍 刀光锁过之处 时而如柳雪飘动 时而霸道披靡 无人可挡 真缘之刀斩杀 谁挡杀谁 霸刀不愧是当初最强的奴隶 凌峰心中暗道一声 在羽家的球斗场 霸刀野性狂暴 无人可以控制 才被拿去拍卖 最后他凌峰拍下来 当时的霸刀 境界比他还要高 还掌控了刀之势 如今他的修为已到玄武镜三重 霸刀也已突破玄武 跨入一众之境 再加上可怕的霸刀爵 以及他的刀武魂 和领悟的刀之入围境界 玄武二重的人 他都能战 在凌峰身边 有好些人的天赋都很好 甚至不比他弱 不如他的可能 戏运以及悟性 断峰赤子之心 一心修炼 霸刀暴虐杀伐 霸刀无边 还蛮头脑简单 天赋却不弱 似乎武魂还得到了觉醒 破军武魂双生 这些人 如果他没有遇到 也早晚会成为 雪月国耀眼的一代人物 但也许是因为 在他身边的缘故 他们的锋芒都被掩盖住了 大多数人都在关注他凌峰 想到这些 凌峰抬起头 看了一眼远方 断任城的方向 也不知道如今柳淑 飞飞 还有寒蛮破军 他们如何了 上次在皇城中 见到柳淑 他的意志似乎很消沉 等雪月试了 找个机会去断任城看看吧 冰雪山庄 是他在皇城之外的最后一战 冰雪山庄覆灭之后 所有的恩怨就都可以在皇城中解决了 滚滚的铁骑继续往前踏出 践踏着地面的冰雪 凌峰看着冰雪山庄的方向 仿佛已经看到了鲜血浆白雪染红 第486章入皇城 雪月国 皇城外城 清新酒楼当中 许多人坐在酒桌旁 饮酒聊天 谈论着天南地北之事 开态 冰雪山庄的事情 你听说了吗 其中一脸上有着黑智的中年 对着一书生模样的男子说道 嘴中还有几分酒气 冰雪山庄 怎么了 出生模样之人看着了黑智中年 好奇地问道 冰雪山庄能有什么大事发生 嘿嘿 开态 这回你孤陋寡闻了 莫非你连这段时间血月最热闹的大事都不知道 那黑智中年咧嘴笑道 似乎在嘲讽书生的无知 哼 我怎么不知道 赤血猴林峰 带领赤血铁骑 重新夺回云海山脉 重建云海宗 同时覆灭浩岳宗 深圳四野 这消息 现在有人不知道吗 出生郁闷地说道 浩岳宗被灭 云海宗被林峰所夺 并重建云海宗 此等大事 如何能不震撼雪月 现在雪月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传得沸沸扬扬 呵呵 这消息传得早 自然谁都知道 但冰雪山庄被灭的消息 你不知道吧 黑智中年吐出一口酒气 淡然地说了一声 让那书生脸色一僵 什么 冰雪山庄那么强 竟然也被林峰灭了 冰雪山庄 可不同浩岳宗 浩岳宗在雪月天才聚会的时候 宗主楚秦和大鹏公子就已经被林峰杀了 群龙无首分崩离析 冰雪山庄不同 庄主寒雪天实力强劲 坐镇山庄 落雪公子的之消息后恐怕也赶回去了 面临覆灭之灾 冰雪山庄应该会空前团结 但竟然也被灭了 实力强大 难道你忘记了楚秦和大鹏公子的死吗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冰雪山庄在团结 也无济于事 几万铁骑横扫而过 冰雪山庄只有被践踏 白雪也已经被冰雪染红 现在的林峰 风华绝代 势如破竹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的复仇之心 恐怕不久后 他会带铁骑踏入皇城当中 黑智青年越说越亢奋 仿佛此次的主角是他一样 他之所以终日饮酒 便是郁郁不得志 如今林峰如日中天 从一个小人物翻身 凭借自己的力量 不断毁灭那些雪月霸主 这等攻击 让他心生向往 将自己带入到林峰的角色当中 踏入皇城 出声摇了摇头 道这不可能 即使他灭了冰雪山庄 也不代表他敢带人踏入皇城 皇城 可不是他随意撒野的地方 况且 林峰他踏入皇城 难道还真敢去找雪月圣院 以及万寿们复仇不成 雪月圣院 可是取雪月之名 由天狼王创立 后面恐怕还有人 而万寿们 乃是皇城中的霸主之一 实力比昊月宗和冰雪山庄 加起来都要强多了 尤其是巅峰力量 更不是冰雪山庄能比的 雪月八大公子第三位 寿公子吴卿 也在万寿们中 林峰现在的力量是很强 但要殊灭万寿们 不可能 会的 你就看着吧 黑至中年仿佛 极其的相信自己的判断 最久的目光中 竟带着几分浓浓的期待之意 不可能的 林峰 他最多一个人回到皇城 现在他的实力虽强 但还不足以和万寿们 这等霸主抗衡 应该会再忍耐一段时日 等到他更强大后 或许会带人入皇城 现在 他也许该收敛一番了 旁边一人插口说道 许多人都微微点头 没错 现在的林峰 应该会一个人入皇城 毕竟林峰以前也是一直在皇城中的 而且又有月梦合作背景 他没有必要那么心急 对付雪月圣院以及万寿们 应该会缓一缓才正常 轰轰隆隆 酒楼突兀地震站了起来 让许多人的目光都是一致 好大的动静 这是怎么了 而且 这股震动之声竟然还越来越小 直至让整个酒楼都站抖了起来 仿佛要被震得倒塌 怎么了 这是铁骑 许多人朝着窗户奔去 透过窗户看向外面的远处 顿时一个个都目光凝固 铁骑 很强大的铁骑 无边无际 在大道中飞驰 所有人都褪比开来 注视着这无尽的铁骑 朝着皇城的方向奔去 来了 凌峰的铁骑 已经到了外城 就要准备踏入皇城当中了 黑至中年喝了一口酒 目光中闪烁着兴奋的夺目光泽 谁来了 对面的书生问道 当然是凌峰 他带领赤血铁骑 要奔赴皇城了 疯子 胡言乱语 书生男子逼骂一声 随即也走到窗户旁 朝着外面看去 酒楼不停地在战动 奔腾的铁骑越来越近 在空中 升旗飘扬 在旗帜上 刻着一行形显眼的大肆 复兴云海 血债血长 八个大肆 仿佛由鲜血烙印而成 极其地醒目 让书生开态的心狠狠地战动了下 云海宗 凌峰 真的是凌峰 竟然真的是他 来了 通过皇城外城 带领赤血铁骑 要踏入皇城当中 凌峰 他要为云海复仇 血债血长 书生回过头 朝着酒楼中依旧坐在那的酒鬼看去 只见对方的目光依旧夺目 仿佛从来没有怀疑心中的猜测和信仰 这铁骑 就是凌峰到了 他不看 都知道 不仅是酒楼当中的人 整个皇城的外城 都震站了起来 是血铁骑所过之处 所有人都站在道路的两旁观望 这支铁骑 曾经是血月的荣耀 守卫断刃城 为血月保卫疆土 但是 在沐月与血月的一次战争当中 几十万将士血染他乡 柳苍兰被怨 这支铁骑要攻入皇城 后来因凌峰到来 才得以踏入 再后来 这支铁骑 被柳苍兰赠予凌峰 跟随凌峰去了扬州城 这就是持血铁骑 这充满了传说的铁骑 在血月国的历史上 这支铁骑之名 一直流传下去 直到血月从大陆消失 轰隆隆的声音依旧 仿佛大地都要裂开 过了一段时刻 嗜血铁骑来到了皇城城外 一字排开 数万军事 声势浩荡 皇城守城的军事 都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回事 嗜血铁骑 竟然又要为皇城 心仪 是如今的皇城守卫统领 守卫城门之地 看到这支铁骑 赤色的战马 飘扬的旗帜刻着 傅星云还写在血肠八个大字 他如何会不知道是谁来了 凌峰 嗜血铁骑 此时 心仪目光闪烁 看着城外的人群 吼道 嗜血侯凌峰统领 可在 我在这里 一道声音从人群中吐出 随即一人一兽的身体 同时腾空而起 来到皇城城门之地的上空 凌峰和凶兽穷奇的目光 俯瞰下方 盯着心仪 让下方的人群目光都是为有些僵硬 凌峰的眼神 好冷 而穷奇的瞳孔 胸里 腰异 凌峰侯爷 你应该知道 城外之君 是不能大批踏入皇城当中的 请侯爷撤军 心仪看着凌峰 尽量让自己的心保持平静 缓缓地开口说道 城外之君 尤其是大批的司君 一旦踏入皇城引发动乱 这种后果是很可怕的 他承担不起 而凌峰 带领赤血军团降临皇城 显然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就如那旗帜上的血色大字写的那样 凌峰是来讨债的 你可还记得蒙冲 蒙喊父子 凌峰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声 让心仪的目光一将 嘴唇颤动着 蒙冲 蒙喊 他当然还记得 昔日的蒙喊 坐在他今日的位置 蒙冲则是蒙喊之子 两人 因为得罪凌峰 阻止凌峰入城 他们 全部死了 但凌峰 却好好的 第487章在林圣院 凌峰的这句话 是在提醒他 也同样是在威胁他 帮他回忆一下 蒙喊和蒙冲是如何死的 而且 当初的凌峰 还没有玄武镜的强悍实力 远没有现在这般声名赫赫 微震雪月 当初的凌峰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 是18年前最耀眼的两位天才 现在的凌峰已经比当初卓越太多 覆灭浩月宗 众夺云海山脉 涂露冰雪山庄 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震撼人心 他心仪 若是阻挡凌峰 结局 是不是也一样 死 如今凌峰 他就像是一个杀神 谁阻挡他 就杀谁 没有人 能够阻挡他的步伐 阻止他复仇的脚步 我的耐心并不好 你最好快点决定 凌峰的语气淡漠 但这种淡漠 却让欣仪感受到一股寒意 很冷 最好快点决定 否则的话 不知道凌峰会做出什么事来 其实 这些强者 即便是要闯入皇城 也不会有问题的 欣仪扫了一眼这支铁骑军团 比起当初 强悍了不知道多少 一个个龙虎精神 双眸朔朔 闪烁着风锐之光 他们身上的血气煞气 更是令人心惊胆颤 也不知道这些时间 凌峰对他们做了些什么 竟然让他们提升这么大 如今的赤血铁骑 比起昔日来 可怕多了 以他们的实力 闯入皇城自然轻而易举 然而 性质不同 凌峰淡漠地说道 心仪微微点头 凌峰若是带人直接闯皇城 就是叛乱 给人借口 而若是他放凌峰入城 一切的罪责 就是他心仪来担 凌峰不会落人口舌 凌峰让他心仪来选择 是选择死 还是选择来承担这罪名 似乎 凌峰已经吃定他了 开城门 放他们入城 心仪叹息了一声 朗生说道 凌峰的眼神太自信 知道他必开城门 这罪名 注定由他心仪来担的 虽然所有人都会明白事实 但没有人会去说出来 聪明的选择 凌峰淡然一笑 而心仪的脸上却尽是苦涩 希望不会有什么事吧 有心仪发话 负责皇城城门的军事自然不会犹豫 他们可不愿去面对凌峰的霸道杀伐 反正这命令是心仪下达的 与他们无关 城门大开 滚滚的铁骑之声再度颤响 剑起一片尘土 赤血铁骑 化作一道长笼 踏入皇城当中 外城中的人群看着铁骑入城 目光一阵怅然 临峰 就这么带领赤血铁骑入城了 接下来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事 许多人的身体都活动了起来 也纷纷朝着皇城中踏入 皇城 看来要有大事发生了 铁骑在皇城中奔腾 呼啸 仿佛是一股飓风 在皇城当中卷起 让皇城变得躁动了起来 许多人都跟随着铁骑一起 朝着某一方向踏去 人群都发现 这一方向 乃是血月圣院所在的方向 临峰 他要带领赤血铁骑 前往血月圣院 人群自然都知道 当初 就是段天狼为创建血月圣院 待人前往云海山脉 将云海宗覆灭 让云海宗从血月除名 现在临峰 讨债来了 消息蔓延的速度恐怖无比 有人见到赤血铁骑入城 就急速奔赴血月圣院 将临峰带赤血铁骑入城的消息 带回了血月圣院中 后来 血月圣院的人又确定了 赤血铁骑的轨迹 正是朝着他们血月圣院来了 这一刻 血月圣院是彻底的沸腾了起来 人心慌乱 心中透着浓浓的不安 传言 无论是昊月宗 还是冰雪山庄 所有的人 都被杀了 只要没有逃脱的 全部被杀 血流成河 临峰的复仇 是一场屠戮 就像那些人昔日屠戮云海宗一样 没有半点的留情 有血月圣院的人 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圣院 如今这片是非之地 很危险 他们不知道断天狼能不能保住血月圣院 据说如今临峰手下 有数万铁骑军团 团结一致 这等可怕的力量 无论做什么 都令人心生畏惧 很震撼 血月圣院的人 本来就有许多都是各大宗门的天才 被挖来雪月 现在听到宗门被灭亡的消息 他们心中也不是滋味 但一想到马上临峰要驾临血月圣院 他们想到不是复仇 而是恐慌 害怕 轰 轰隆 圆楚偶尔有战动的声音传来 很细微 却又仿佛很清晰一样 钻入到人群的耳膜当中 这股战动的声音越来越近 他们也都知道 嗤血铁骑越来越近了 此刻 在雪月圣院的吉里之外 嗤血铁骑的人群 已经能够看到圆楚雪月圣院内高耸入云的圣塔 他们的眼眸当中 一个个都露出了仇恨之色 一股无形的煞气在虚空中席卷 非常的狂乱 若是说嗤血铁骑的人最痛恨谁 无疑是断天狼了 当初 就是断天狼设下计谋 害死了军中几十万将士 害得那一次他们溃不成军 疯狂的败退 还害得将军柳苍兰修为被废 可以说 嗤血铁骑的每一个人 都恨断天狼入骨 一直想要将断天狼撕了 今天 凌峰终于带领他们 踏入皇城 来到雪月圣院断天狼所在之地 近了 嗤血军团 距离雪月圣院 越来越近了 伴随着几道猎马的斯明之声传出 铁骑停下 看着前方雪月圣院的大门 将这圣院出口 围了起来 那些雪月圣院门口走动的人群 不乏僵硬在了那里 一动不动 睁睁地看着将他们团团围住的铁骑 这股煞气压迫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的双腿都微微发颤 沉默 可怕的沉默 数万铁骑 竟然没有发出钉点的声音 唯有煞气所凝聚的呼啸风声在虚空中浮过 这种沉默压在人群的身上 心灵 他们一个个都朝着雪月内跑去 若是这充满煞气的铁骑向他们发动冲锋 他们焉能活命 凌峰的身影 又一次出现在了雪月圣院的上空 一人一兽就和不久前一样 然而那一次 凌峰没有动手 只是羞辱了断天狼 羞辱了雪月圣院 让穷奇杀了一人 但今天不同 所有人都很清楚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那飘扬的旗帜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血债血肠 凌峰 是来复仇的 那天他没有动手杀断天狼 便也是为了今日 他要让断天狼亲眼看着雪月圣院的覆灭 他要让断天狼看到云海宗的复兴 以雪月圣院的覆灭 来纪念云海宗重现天日 断天狼滚出来 凌峰对着虚空咆哮一声 滚滚的咆哮之音疯狂地战动而出 将整个雪月圣院笼罩在其中 雪月圣院的所有角落 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到凌峰的怒吼 断天狼滚出来 凌峰 雪月圣院 修炼圣地 一决生死 圣院当中一道道滚滚的阴浪朝着这边扑出 让人群的目光为宁 也让凌峰的目光为宁 断天狼 竟邀战凌峰 一决生死 中军 随我进去 左军 把守雪月圣院的四周 右军 把守空中 凌峰淡淡地说了一声 穷奇的身行动了 朝着雪月圣院中而去 而在同时 中军万人之君 在下面跟随着空中的凌峰 踏入圣院 左右两军 也都遵循凌峰之命 把守雪月圣院的四周 以及空中 水泄不通 没有人 能够逃离雪月圣院 凌峰 他将雪月圣院彻底的封死 第488章神秘事例 雪月圣院 修炼圣塔之地 凌峰和穷奇漂浮于虚空当中 雪月圣院的人群全部都抬起头 看着这一人一兽 时隔几日 凌峰 再次驾临雪月圣院 而且这一次 带招数万铁记而来 要覆灭他们雪月圣院 修炼塔的下方 一行身影缓缓地腾空 断天狼 赫然在这群人当中 除了断天狼外 还有一些人 是雪月圣院的长老客亲人物 一个个都是气息强大 都是玄武镜强者 这一次 雪月圣院的强者恐怕是倾巢而出了 看来 雪月圣院早有准备了 凌峰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断天狼 似乎早就已经在这里等他 我等你很久了 一道声音从断天狼的嘴中吐出 只见他目光冷漠如冰 透着一缕冰寒之意 这一次 断天狼的眼中似乎没有了恐惧 他不畏惧凌峰 凌峰的眉目冷峻 风力如剑的目光再度在这些人身上扫视 断天狼 他的自信从何而来 最终 凌峰的眼眸落在了几人身上 这几人身着朴素 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 但正是因为他们太普通 普通的站在断天狼等人的面前 让人容易直接将他们给忽略无视掉 但凌峰清楚 这种太过普通的人 越不普通 否则的话 他们凭什么和断天狼站在一起 上次皇城夜焰那晚 袭杀我的十八玄武强者 是不是你们的人 凌峰朝着那几人看去 共有五人 站在断天狼的后面左右方向 似乎是在围断天狼护法 那五人听到凌峰的话 目光为闪动了下 不过瞬息又恢复如常 其中 有一人开口说道 他们都被你杀了 这一句简单的问话 无疑也是在承认 那十八强者 是他们一起的 我杀了 凌峰淡淡地点了点头 那些人眼眸闪了下 也没有多说一句什么 只是看着凌峰 目光当中 偶然间才会有 一抹锋锐之意透出 你们之间 是何关系 谁主谁仆 凌峰对着这些人 以及断天狼问道 这五人 应该比那天的 十八玄武强者还要强 而且断天狼 今日这么自信 显然对他们的实力很放心 这让凌峰又在猜测 这群人的身份 对他们而言 仿佛玄武镜 随意可派出 死了十八玄武强者 竟好像没有反应一样 而那十八强者 若是独立组成一股势力 都能够扬名血月 但是这群人 不在乎 他们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 是什么身份 此人 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那人再度冷漠地说了一声 让断天狼的眼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看着凌峰 肆无忌惮地笑道 凌峰 那一日你有机会 却没有杀我 我保证 这是你一生最大的错误 无法挽回的错误 做了那一次 今日 你的生命到此结束 看来他们是主 你是仆了 凌峰似乎没有听到断天狼的话斑 第一声道 想不到堂堂雪月圣愿天狼王 一直以来 都只是别人的仆人 这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以为 天狼王虽然实力弱一些 但怎么说也是王爷之尊 想不到 却也是个奴才别人的走狗 凌峰的话 让雪月圣愿的许多人目光僵硬 雪月圣愿的创立者天狼王 是别人的仆人 这一点 他们还真没有想过 堂堂天狼王 怎么可能为仆 但事实 天狼王的确很依仗虚空中的那五人 我并不是想知道那么多 我只是好奇 能让天狼王为仆的人 必然也是皇室之人吧 而如今 雪月大比在即 雪月皇室不应该对付我才对 你们 到底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凌峰的目光透着不解 疑惑 断天狼是什么身份 天狼王爷 皇室血脉 却似乎很敬畏这些人 若说他们不是皇室中人 凌峰不幸 他不知道外面的国度是怎样的 但至少雪月国 是皇室为尊 各大势力当中 皇室独大 这么一股强悍的势力 只会属于雪月皇室 但是 二皇子段无涯和他凌峰的关系 皇室之人恐怕都有耳闻 而那日皇城夜宴之后 雪月很可能会选择让他去参加 雪月大比才对 皇室 似乎没有理由对付他凌峰 也正是因为此原因 凌峰他无所顾忌 带领赤血铁骑 踏入皇城当中 直接威胁守卫统领 让他放行 但凌峰发现 总是有些事情 会出乎人意料之外 你不需要清楚 雪月大比 不缺你凌峰 对方冷漠地开口道 语气终满是傲气 这句话无疑是又在默认 他们 确实是皇室之人 我只是担心 你们死却连出处都没有一个人知道 死得太不值了 凌峰低声说了句 让这些人目光一江 他们死得太不值 凌峰到现在还认为 死得会是他们 你不觉得你对自己的修为 已经自信到狂妄的地步了吗 那人讽刺地看了凌峰一眼 他们怎么可能会死 人将死之时 总是会容易胡言乱语 断天狼冷漠笑道 盯着凌峰 但凌峰 只是摇头 嘲讽地看着这些人 似乎在嘲讽他们的无知 对付你断天狼 对付雪月圣愿 我凌峰自然不打算 也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 然而 既然你借用了一股其他势力 那么我也只好先让他们死 再灭圣愿了 凌峰淡淡地开口说道 话音落下 地面之上许多披着铠甲之人 凌空而起 他们身上的铠甲全部退下 露出真容 让人目光全都一宁 女子 这一行人 全部都是女子 共有三十六名之多 每一人都是如此的冷漠 目光中透着一抹别样的气息 这三十六位女子 四人一起 分为九小阵容 相思灵 对面之人目光为宁 全部都是白衣女子 这群人 并是相思灵的人 她连这股势力都交给你了 刚才说话之人盯着凌峰 目光中闪过一抹锋锐之色 相思灵的女子 个人的实力虽不是太强大 但每一个女子都是赤子之心 全心修炼 心有灵犀 联手布置阵法 实力暴增 非常可怕 没有人敢侵蚀他们这些女儿身 看来 你们的自信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强烈 凌峰冷笑了下 让那些人眼眸僵硬 三十六位女子 这等阵容 很可怕了 四人为阵 结为六阵 五阵对付他们五人 另外一阵接应 其他人守候周围 一人都不许逃脱 凌峰淡淡地说了一声 这些少女的身体动了起来 四人为阵 很快 二十四人六大阵法结成 朝着那五位强者战动而去 其他人十二人分立于虚空周围 隐隐成一十二人大阵 将空间围绕 让一幕让凌峰愣了下 露出惊异之色 这些女子原来不仅能够四人为阵 六人为阵以及九人为阵 竟然还可以十二人为阵 此刻的虚空 再度加上了一层守护 做到真正的水泄不通 段天狼目光将映在了那里 看着凌峰 刚才的得意笑容在此时荡然无存 只有警惕 身体一颤 他们将空地让出来 看着那五人与五套阵法的战斗 现在段天狼的希望 也只是寄托于这五人的身上 他们五人若是都败了 他段天狼就将无翻身的机会 今天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 想到这 段天狼忐忑无比 心中又有了一抹恐惧浮现 第489章雪龙袍 战斗开始 空间狂乱 恐怖的气息瞬息扩散 在虚空中形成五大战圈 这五人虽然很狂 但他们也确实有狂妄的资格 五人全部都是 玄武进五重境界的强大存在 尤其是刚才说话的那人 修为已是玄武进五重巅峰 只差一步 就跨入玄武进六重之境 很可怕 大截阵的四人竟无牙压制他 另外接应的四位女子同样压上去 和八人之一 两套阵法向容 才将对方彻底的压制住了 看着战斗的进行 段天狼的目光僵硬 人群的目光也都一个个僵硬在那里 好可怕的少女 这些少女合力结成阵法 凭借无比精妙的配合 竟可以发挥出如此威力 将五位玄武进五重的强者全面压制住 相思凌悦梦合之名 名不虚传 这十八年来 他绝没有白白度过 只是培养出的这些少女 就足以叱咤一方了 而如今 这股势力交付到了林峰的手中 让本就天赋绝伦的林峰 更是如虎添翼 也不知道这些少女从何而来 不说正法 就他们本身的天赋而言 就都很恐怖了 许多人在心中想到 这些少女的年龄 都很年轻 恐怕最多也就二十左右 人群并不知道 这些少女的天赋是不弱 但重要的是 他们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很少接触外面的阴暗 一心修炼 听从师尊之言 而五修当中 有两类人的修炼速度 无疑是最快的 一种就是纯净如赤子 除修炼外别无所知 这种将全部的心思全部都用在修炼之上 去思去悟 全心全意 不去想其他事物 还有一类人 则是偏执之人 对自己要求苛刻 甚至近乎自虐的偏执之人 他们对武道渴望不惜一切 费尽所有心神去修炼 他们只是单纯的为了武道 可以去不断找人挑战 也可以用不停息的杀法 即便对方和他无冤无仇 这种偏执狂 修炼天赋也会很可怕 这两类走极端的人 修炼速度最快 而这些少女 是类似于上面一种极端 心如赤子 虽不能保持绝对的纯净 但至少受到的污浊 比许多人要少 而林峰 他则是类似于下面那类人 对自己近乎苛刻 对武道近乎偏执 只是还无法做到那种极端偏执狂的地步 轰隆隆的声响不停地传出 空间越来越狂暴 断天狼地看着虚空中的战局 目光显得有些僵硬 心中的不安越来越浓郁了 五人 五位玄武近五重的强者 竟然全部被压制了 若是现在林峰要杀他的话 就已经可以出手了 他如何能不拒 林峰的目光随意地扫了断天狼一眼 立即让断天狼神色一僵 仿佛有一股寒意在心中蔓延 这股寒意 好冷 冷入他的心 废物 林峰的嘴中吐出一道淡漠的声音 让断天狼目光一僵 此刻林峰的目光 是何其的蔑视 刚才 他仗着那五位强者 目中无人 藐视林峰 说出一道道狂言 但现在 这五位强者被压制 他立刻又知道了恐惧害怕 在林峰看来 他断天狼 就是废物 林峰 从昔日对他的仰视仇恨 但如今的俯瞰蔑视 以前 他断天狼在林峰面前 是大人物高高在上 现在 他断天狼在林峰眼中 是蝼蚁 是废物 这种落差 让断天狼除了恐惧之外 还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心情 也许他堂堂天狼王 也只能感慨一生世事无常 林峰也只是扫了断天狼一眼 就再度看向那战圈 这五人 都是其五魂 使用力气为兵 领悟意境 入事入围 放在外面而言 他们都非常强 没有一个示弱者 林峰现在越来越好奇 他们的后面 到底站着谁 我就不幸 面临死亡 你们都能保持那种淡然 林峰心头冷漠 一股沙发之意 在他的身上绽放而出 这股沙发可怕 让下空的许多人身体都是一僵 目光落在其中一名 玄武镜武众境界之人的身上 林峰的眼眸中闪过一道 锋锐无比的寒光 这道寒光 透着黑暗之色 带着毁灭杀戮之气 透着剑道意志 沙 嘴中吐出一字 寒冷无比 林峰的身体如风般颤动 朝着一玄武镜武众之人 战动而去 围困那玄武镜武众强者的四人 瞬息感应到了林峰的到来 身体一颤 狂霸的攻击同时轰击对方 将对方压迫在虚空中的一个位置 移动不能动 随即他们的身体飘动 立于四个角落 将空间让给林峰 配合精妙让人惊叹 那玄武镜武众的强者目光僵硬 狂霸的力量落在那些攻击之上 轰隆隆的声响不停地传出 同时一股可怕的杀伐之气 让他眉头挑动 浑身一紧 随即 一道幻影闪烁 他刚刚轰面那些攻击 一双漆黑冰冷的瞳孔出现在他的面前 近在咫尺 刚才的他 只感觉到了一缕风的浮动 随即就如现在这般 在他的咽喉之地 一股可怕的杀伐 见到一直在吞吐 仿佛只要轻轻一送 这股杀伐意志 就能进入他的咽喉 将他的咽喉刺穿 咕噜 吞了一口口水 那人只感觉喉咙僵硬干涩 眼中透着一抹恐惧之色 此时 只要林峰愿意 就能瞬间要他的命 他一身修为 化为尘土 命都不在 何况修为境界 告诉我 你是谁的人 林峰冷漠地问道 让他的眼眸闪烁不定 仿佛是在思考 我告诉你 你能放过我 这人开口问道 对活着的渴望 战胜了心中的执念 告诉林峰又何妨 林峰 一定会死的 我对你的命 没兴趣 林峰冷淡地吐出一道话音 让那人眼中露出了一丝希望 他如今修为已经到达玄武进武中 在整个雪月国 比他强大的人也就是几十人而已 不会过百 若就这么死了 不值得 那我要你亲口答应我 我告诉你我的身份 你就放过我 那人还是没有完全信任林峰 又道 只要是真的 让我有幸福的理由 我不杀你 林峰承诺道 好 那人点了点头 嘴角张开 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落下 就听到原楚有一道声音飘荡而来 不用问他来 我来告诉你他们是谁 原楚一道声音飘荡而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远方 朝着那边看去 只见一身穿雪龙袍之人 在虚空中跨步而来 那一身雪龙袍威严无比 一看便知身份地位尊崇 更引林峰注意的是 此人的面貌 让林峰有几分熟悉之感 蛇穷 林峰的脑海中浮现了一道身影 没错 此人 和蛇穷 有几分相像 刚才那被林峰胁迫的人看到此人出现 身体微微颤抖了起来 似乎很恐惧 而其他被压制的四人则都心头一喜 统领大人来了 他们的统领 可不是雪月国普通的统领 那些普通的统领在他们统领面前 要毕恭毕敬 俯首称臣 甚至连称臣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那些统领不配 现在 你可知道我是谁 为何要杀你了 这人盯着林峰 道 蛇穷 林峰问道 对 蛇穷 他是我的儿子 但是 你杀了他 这人冷漠说道 平静的声音中却蕴含着一抹杀鸡 蛇穷 该死 林峰冷漠的道 蛇穷 想要杀他 还敢调戏梦琴 再给林峰一次机会 照样杀他 他该死 那你就该万死 此人眼中吐出一道锋芒 锋利可怕 第490章博弈 万死 林峰凝视对方 冷笑 那在我死之前 你是否应该告诉我 你们到底是什么身份 等你死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那人依旧没有将身份说出来 在雪月 他们一直处于暗处 很少人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是雪月最神秘的军团 皇室的守护军团 在这支军团中 所有人 都是玄武镜的精英强者 雪月皇室 历经多年不倒 除了皇室一脉本身实力的强大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因为拥有他们这支军团力量 消灭一切反叛之人 林峰 你身为扬州城统领 带军入皇城 最无可恕 你和这支军团 全部都该死 这中年继续冷漠的道 杀你之后 我会整顿他们 不服从雪月之人 全部杀 无论多少人 一个都不会留下 好霸道的语气 下方之人 一个个仰视着这中年男子 舍穷之父 舍穷的实力就已经很强了 这人 是舍穷的父亲 还是那五位玄武镜五重境界强者的幕后之人 那么他的实力 岂不是超越了玄武镜五重 到达玄武镜六重之境 到了这等修为 任何一重境界 都是极难跨越 实力相差也是非常之大 玄武镜六重 比玄武镜五重强大太多了 他们也都在猜测 此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断天狼对那五位玄武镜五重的强者就已经很敬畏了 那么这人的身份 岂不是更高 天狼王在他面前都要毕恭毕敬 他们想不出到底是什么身份 会拥有这等威严 皇家之事 依旧是如此神秘 很多人 别人都看不清 摸不透 只能靠猜测 在以前 他们以为 玄武镜三重四重境界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伴随着凌峰的崛起 一个个的强者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天才越来越多 而如今 玄武镜四重五重的强者 都随意都能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甚至 此刻还有比玄武镜五重更强大的人 很抱歉 你的话我可不能认同 如今 他们已经不再是军团 而是宗门之人 云海宗 而我凌峰 也不是以赤血侯的身份站在这里 而是云海宗宗主 昔日 断天狼律重灭我云海宗 如今我凌峰为宗主 复兴云海 血债血偿 有何不可为之处 凌峰对着中年历生喝道 声音震战 让许多人眼眸为宁 的确 凌峰若是以云海宗宗主身份 带领宗门之人入皇城找断天狼复仇 和情和理 江湖仇怨 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还有 你算什么东西 隐藏身份 连自己是谁都不敢说出来 你说定我罪名 就定我罪名 你有资格 凌峰再度冷喝 冷漠的目光和对方的眼眸碰撞 竟丝毫不让 即便修为弱 但气势不能弱 无畏者无惧 真要拼死相搏 谁生谁死 还未知晓 凌峰明白 其实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实力为尊 实力才是强权 是道理 最终的一切 还是要靠实力来说话 他凌峰 没有软弱的理由 你在背剑 对方也不会放过你 果然 伴随着凌峰的话音落下 在对方的身体周围 竟有一股强烈的空间气流形成 非常的可怕 竟隐隐有呼啸声响传出 犹如蛟龙在幕后 凌峰却没有再看他 而是转过目光 看向身边那人 冷漠一笑 道 你还未曾告诉我 你们的身份 他不说 你说 那人的脸色一僵 身体轻微地颤抖着 凌峰手中吞吐的 风锐杀伐剑气 根本就没有一刻 离开过他的咽喉 他几次生出摆脱的打算 又都放弃 因为他感觉到 凌峰的气息一直笼罩在他身上 只要他稍微动一下 凌峰立刻就能感觉到 并杀了他 所以 他不敢动 直到现在凌峰在胁迫他 蛇穷父亲的眼眸也落在他身上 寒光闪烁 顿时 他心头的压抑之感越来越强烈 仿佛有两座大山同时压迫在他身上 他很清楚 他们的身份是不变暴露的 只是一直以来的规矩 所以 他们一直存在于血月的暗处 即便偶尔出现 也只是一闪即逝 就如此次一样 若是他们杀了凌峰 很快又会消失在人群的视野 不用多久 人群就会忘记他们 但是 很不幸的是 他们不但没能杀了凌峰 还被凌峰等人围困 胁迫 你知道说了 会是什么后果 蛇穷之父冷漠地说了一声 让那人脸色难看无比 不说 凌峰要杀他 说了 蛇穷之父 他的统领蛇环不会放过他 两头 似乎都是死路一条 李不说 我现在就杀你 果然 凌峰的嘴中也吐出一道冷漠之声 让他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了 统领大人 这人的目光带着几分讨好的神色 看着蛇环 似乎希望蛇环能够给他一条活路 他不敢杀你 他杀你 盼你知罪 我祝他十足 蛇环冷声道 让那人露出一缕狐疑之色 看向凌峰 我只给你十个呼吸时间 凌峰平静地说道 你说了 后果 你清楚 他只是威胁你而已 我说他不敢杀你 就不敢杀 蛇环再度开口 似乎在与凌峰博弈 只要他敢杀你 我立即出手诛杀他 所有人在此为证 蛇环的话 并非是对那人所说 他的目光 一直在冰着凌峰 是在威胁凌峰 还有气息时间 凌峰淡淡地说了一声 里都没有李蛇环 蛇环的强大气息 狂猛地扑出 牢牢地将空间锁定 尤其是落在凌峰身上的气息 妖眼而狂躁 很可怕 这可怕的气息 凌峰胁迫的那人 也清晰地感受到了 他对蛇环 也有了一丝希望 凭借这股恐怖的气息 说不定能振折住凌峰 让他不敢出手 此时 凌峰又淡淡地说了一声 那人脸色僵硬 蛇环的气息越来越猛烈 充斥着狂野 仿佛他一开口 蛇环就会杀他 而只要他不开口 凌峰敢动手 蛇环就杀凌峰 两席 凌峰话音落下 那人的脸色一狠 咬了咬牙 不说 在这股气息之下 他说了必死 不说 凌峰也许不敢杀他 沉默 依旧是可怕的沉默 愚昧 持个呼吸的时间到了 凌峰的嘴中露出浓郁的嘲讽之色 指尖的可怕 剑气往前送出去 手指之剑落在了对方的咽喉 发出一丝细微的痴痴之响 那人的瞳孔猛然一阵收缩 睁大的瞳孔当中透着无穷无尽的恐惧之意 没有任何一句废话 凌峰指尖的剑刺入了他的咽喉 凌峰 不敢杀 愚昧妈 他的选择 为什么会是错的 他若是真在乎你的死活 就不该是威胁我 既然他本就要杀我 我何必在乎这种威胁 凌峰淡淡地说了一声 让他的目光一僵 看向蛇环 果然 蛇环没有动手 甚至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仿佛他的死 蛇环毫不关心 蛇环关心的 只有凌峰死 眼眸无法闭上 那人的身体从虚空中掉落 一名玄武进武中的强大存在 死了 被凌峰杀 不得不说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蛇环面无表情 杀意浓郁 但是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再有勇气 依旧是死路一条 这一刻 可怕的气息 从蛇环的身上疯狂地涌出 扑向凌峰 真圆滚滚 比力量虽强 但称绝对 还没有资格 凌峰吐出一道话音 道 三十六天刚见证 据 第四百九十一章见证 凌峰话音落下 虚空当中闪烁出一道道耀眼的剑光 三十六丙剑 从凌峰的身上射出 全部都散发着锋锐之芒 而在同时 那三十名女子 同时动了起来 没有一个遗漏 彩带飞舞 每人 都卷注意丙剑 随即他们的身体闪烁 悬浮于虚空当中 三十六人 同时出手 彩色的丝带狂乱的舞动 三十六丙剑 发出嗡鸣的战动响声 聚在一起 发出剑之力笑 阵法 还是阵法 这些女子都精通阵道 四人就可以聚阵 围困玄武进武众的强者 而此刻 三十六人 聚三十六天刚剑阵 舌环的眼眸唯唯一宁 只见那汇聚的三十丙剑 充斥的狂霸的剑气 剑 正是指向他舌环 而且剑之气息 很恐怖 区区剑阵 能耐我何 舌环冷喝一声 身体往前一颤 手掌前抓 顿时一声 蛟龙怒吼从虚空中传出来 而且在舌环的手掌前 竟有一头蛟龙影子 透着狂猛的腰肢气息 凶猛朝前 非常可怕 剑宁 凌风冷漠一喝 三十六位女子身上 同时绽放出真元 顺着那彩色的丝带 真元汇聚于剑之上 剑之翁名越来越厉害 一道道剑气想要吞吐出来 但却聚而不出 剑只是在不停地战斗 吼 张牙舞爪的蛟龙就要冲到眼前 那汇聚的剑战斗到极致 一道剑之呼啸之音突然绽放 一道夺目的粗壮剑芒 从三十六柄剑中吐出 璀璨夺目 撕裂空间 极其的可怕 痴痴 狂野的蛟龙之影被可怕的剑芒所穿透 瞬间湮灭 而道剑光虽也削弱了几分 但依旧是非常的恐怖 嗯 持环皱了皱眉 这阵法凝聚的剑芒 好强大 轰隆隆 澎湃的真元之气疯狂地吐出 化作一堵墙壁 让剑芒微微停顿了下 但很快 那真元之墙依然无法挡住剑之势 给我灭 持环冷喝一声 脚步往前一踏 恐怕地呼啸真元冲出去 蛟龙怒吼 全部都轰在了剑芒之上 终于 那璀璨的剑光化作点点的星光 溃散开来 剑影 空间中再度传来凌峰的低鹤道 只见在蛇环的上空 人影飘动 趁着刚才那空隙 三十六名女子已经将他围住 剑影之光将一片空间都笼罩 无尽的剑芒全部朝着蛇环射出 三十六丙剑 无尽的剑影杀向中间一人 三十六天刚剑阵 乃是凌峰从尊者记忆中得到的一套阵法 这阵法很难发挥用处 因为他需要三十六人持剑 并心灵相通 能够同时收放手中之剑 聚而成阵 凌峰 正好让三十六名少女来修炼这剑阵 而且效果似乎很不错 滚 蛇环怒喝一声 凶猛的蛟龙之爪轰出 爪影与剑影碰撞 发出轰隆的声响 源源不绝 那剑影 仿佛没有穷劲 一直攻击 让蛇环应付起来越来越吃力 阵法的威力正是如此 随着阵法的展开 会越来越强 绝对的力量 无知 可笑 凌峰冷漠地说了一声 让蛇环的眼眸僵硬 他出现的时候 一直是以高傲的姿态 仿佛凌峰的命已经在他手里 凌峰在他眼中是个死人 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杀 他认为 以他玄武镜六众境界的修为 并然完爆凌峰他们 杀凌峰轻而易举 但现在 那高傲的姿态以及话语 却显得有些空洞 讽刺 一套剑阵 就将他困住 好 一道恐怖的兽性 从他的身上绽放而出 蛇龙虚影出现在了蛇环的身后 蛇穷正式继承了他的武魂 蛇龙武魂 给我破 蛇环的双拳同时轰出 空间出现一抹黑暗毁灭之色 剑影都被阵裂 蛇龙拳翼 蛇环大吼一声 在他身上 仿佛出现了无数的蛇龙之拳 朝着四面八方轰出 蛇龙拳翼 从蛇龙拳精中而来 蛇环的修为比当初的蛇穷可是要强大不少 使用蛇龙拳精也要厉害很多 领悟更深 轰隆隆 在那阵法当中 一阵恐怖的幻灭之气狂躁 剑气与蛇龙之拳碰撞翻滚 仿佛没有穷镜般 杀 蛇环轰出一道缺口 身体直冲云霄 朝着阵法的外面冲去 同时也轰向他上空之人 恐怖的拳头所过之处 剑影全部都破灭 消失无影 剑刚 凌峰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静冷漠 一道话音吐出 三十六位少女同时动了 不慌不忙 精准无比 他们虽心灵相通 但不可能做到所思所想完全一样 因此 剑阵的运行 以凌峰的命令为辅 凌峰话音已落 他们立刻同时执行 痴痴 三十六道剑刚同时展出 从四面八方 有剑影凝聚 从虚空中展落 人群能够清晰地看到一道道剑之白光 这些 都是可怕的剑刚 蛇环的目光一将 从下往上看 他就看到一条条剑之横杠横跟在他的上空 然后斩下 这剑阵 好可怕 这些女子能够展出这么强大的剑刚 是借助剑阵之威 阵法 借天地之威 而攻击之时 则是借阵法之威 蛇龙笑 蛇环怒喝一声 双手擒天 恐怖的蛇龙怒笑之音滚滚而出 仿佛有许多头蛇龙冲天而起 朝着那斩下来的剑刚轰击过去 那可怕的反阵力量竟然将蛇环的身体都震了回去 目光霍然一转 蛇环看向在外面指挥着阵法的凌峰 喝道 你们四人还不杀了他 那四名玄武进五中境界的强者一直在外面观战 他们本来以为蛇环出手 并能轻易斩杀凌峰 根本轮不到他们出手 但真正战斗爆发的时候 凌峰上都没有上 而他们则是被蛇环和三十六女子的战斗吸引住了 忘记了去杀凌峰 此时 听到蛇环的怒喝点醒 他们的眼眸瞬间全部都落在了凌峰身上 没错 那三十六名女子虽然困住了蛇环 但是想要杀蛇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而且那阵法少一人都不行 会被蛇环锁破 这也就意味着 现在凌峰 只有孤身一人 没有帮助 而且 凌峰还左右着阵法 现在不杀凌峰 更待何时 杀了凌峰 也许那剑阵 也不攻自破 四名玄武进五中的强者 全部对凌峰露出了杀意 脚步一跨 他们都到了凌峰身前 凌峰刚才趁着他们一位同伴大义 杀了他们同伴 现在 他们要凌峰的命 这样还能以绝后患 毕竟凌峰可怕的天赋摆在那里 凌峰似乎是感受到了几人的杀意 身体缓缓地转过 看向那四人 在他的嘴角 勾勒起一抹冰冷的笑 现在 都想杀他了 将他当作软柿子吗 张开手 一股可怕的灵魂气息释放而出 同时 一道道光芒闪烁 剑 出现 而且这一次 依旧是三十六丙剑 一道道剑光 光彩夺目 震人心魄 又是三十六丙剑 凌峰 他要干什么 许多人的瞳孔都一阵收缩 三十六位女子已经布阵 对付蛇环了 凌峰 现在似乎又要布阵 难道他一人 也能布阵 这不可能 绝对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使用的阵法 有幻阵 杀阵 布阵成功之后 靠阵法自动运行 而一些阵法 是需要人为控制的 比如这三十六天刚剑阵 三十六人 还要配合默契 心灵相通才行 凌峰 他只有一人 如何发挥出阵法威力 那三十六丙剑 他恐怕都拿不了 第四百九十二章一人之阵 四位玄武境五重境界的强大存在 一起围住凌峰 在人群看来 虽然那三十六名女子可以暂时压制玄武境六重境界的十环 但凌峰 却必死了 这一次 不幸你还不死 段天狼阴冷地盯着凌峰 声音如寒冰 阴冷无比 凌峰扫了段天狼一眼 淡淡地道 你不死 我怎么可能会死 你倒是自信 以你的修为 虽可以对付一个玄武境五重之人 但现在 你面对的是四人 而且都那么强 那三十六丙剑 你一个人难道还能再生阵法不成 除非 你能再辩出三十六个女子出来 段天狼冷笑道 他也不得不佩服凌峰的命大 那么多次危机 每一次 都被他化险为夷 而他的实力也是越战越强 似乎永无止境 你若他强 你强他更强 总是能够将人群震折住 希望这一次 不要再被凌峰翻盘 段天狼的心中 还是有些忐忑的 谁说我一个人 用不了三十六丙剑 凌峰冷笑 紫色武魂凶猛地扑出 顿时 空中有三十六条触手蔓延前身 化作三十六只紫色的手 将那些虚空中悬浮的剑握住 同时 一股可怕的魂魄力量 从凌峰的身上绽放 残魂天数千万缕残魂融入到紫色触手当中 这一刻 那些剑 不仅是被紫色触手所缠绕 同时 还被凌峰的灵魂所掌控 每一丙剑 都是如此的清晰 仿佛就是凌峰的手一样 这一幕让人群的心头猛然一颤 悍然地盯着凌峰 三十六丙剑 骑骑在虚空中阵战 发出嗡名之声 一人 掌控三十六丙剑 人的力量是有穷尽 但午修的神通手段之多 岂是你这等井底之蛙 一位自以为是的人能够懂的 凌峰对着断天狼弹幕说道 让断天狼目光僵硬 凌峰 他竟真的做到了 难道他还真能轻松玉使这三十六丙剑 人群听到凌峰的话似乎也在回味 的确 普通人的力量有穷尽 但只要踏入武道 不断向前 本就是踏破诸天之路途 岂能以人力孤知 武道 无极限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一人掌控三十六丙剑 凌峰 就做到了 那四位玄武进武中的强者冷冷的盯着凌峰 心中为有些忐忑 刚才 凌峰就已经杀了他们的一位同伴 只要被凌峰抓住机会 杀他们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顾忌 手下留情 凌峰 说杀就敢杀 我主公 你们二人从两侧侧应配合我的攻击 狼齐你在后刺激而动 辅助我们 四名玄武进武中强者 其中一人对着另外三人开口说道 让三人都唯唯点头 这说话之人拥有剑武魂 攻击强大 正面主公 理应由他来 四人 在同一时刻释放自己的武魂 临峰正面之人 剑武魂 剑气吞吐 锋利无比 左右两人 刀武魂 霸道锋利 最后一人 兽武魂 一头黑面磨狼 杀 一声低喝 那剑武魂拥有着神形闪动 剑若寒光 朝着凌峰刺去 这一剑锋利可怕 剑之周围 都尽是璀璨之芒 吞吐不休 好可怕的剑之气势 人群看着虚空中的璀璨剑芒 剑笑之声如风雷 滚滚不息 若是他们面对 恐怖瞬间就会被杀死 全武进武中 境界的剑修 攻击力无庸置疑 绝对恐怖 剑宁 临峰一声低喝 顿时三十六 丙剑呼啸战动 聚在一起 一道道剑芒 在其上吞吐不休 却宁而不放 可怕的剑意 从剑肩上透出 让那正面面对 临峰之人 心头为颤 这股宁而不放的剑意 可怕 杀 一声大喝 狂刀闪过 如秋风扫落叶 虚空当中出现两道巨大的刀钢 斩向临峰 仿佛要将空间都斩裂开来 去 临峰赤和一声 呼啸的三十六丙剑疯狂怒旋 随即 一道刺眼的白芒从剑中绽放 只有一道白芒 画过长空 剑芒所过之处 空间中留下一道白色的剑之痕迹 吃 吃 清脆的声响传出 那可怕的剑芒快到不可思议 瞬间就将那玄武镜武中强者的剑吞没掉 寸寸断裂 那玄武镜武中的剑修面露绝望之色 身体想要逃离 但已经来不及了 白芒太快了 一闪即逝 人群只见到那剑修身体在虚空中猛然地颤抖了下 随即他的身体就如风中的树叶般不稳地浮动着 在他的胸口 有一道剑之痕迹 刚才那一抹剑芒 穿胸而过 好可怕的一剑 人群内心狂颤 林峰 竟真能以一己之力欲使三十六丙剑 不三十六天当剑阵 太可怕了 那么现在的林峰 岂不是能够轻易抹杀玄武镜武中的强者 甚至和玄武镜六中之人碰撞 通龙 就在人群还盯着那降落的尸体之时 两刀霸道的刀斩杀而下 然而林峰的身体如风般飘动 瞬息从原地消失 刀从身边拂过 但刚风依旧刮在林峰的身上 微微生疼 两名用刀的强者身体没有片刻的停滞 刀光转过 同时飘向林峰 他们经历过的战斗太多了 即便林峰以震撼的姿态一剑杀了他们的同伴 依旧不能让他们停止战斗 哦 一道狼嚎之声传出 那黑面妖狼武魂拥有着整个人如一头凶猛的妖兽般 朝着林峰扑杀过去 浑身上下都透着胸光 狼爪锋利 剑散 林峰又是一声赤鹤 三十六柄剑一分为三 每十二柄剑朝着一个方向射出 嗡嗡作响 刀剑碰撞的声响以及气流的碰撞非常的刺耳 那是武魂拥有者面对利剑最吃亏 只能以利爪去抵挡 十二柄剑并不是刺过去就会停止 而是被林峰的灵魂力量控制 会一直进行绞杀性攻击 剑阵发动 无剑血 怎能停 就在这时候 林峰的身体也动了起来 朝着那妖狼武魂拥有者急驰而去 在他的身上 一股可怕的沙伐意志浮现 飞色的沙伐真元之剑出现在他手中 此时的林峰就像是杀神 完了 又一名玄武进武中的强者要陨落了 人群心中突兀地生出一道想法 随即他们就看到林峰的沙伐之剑当空斩下 撕裂出一道黑色的剑痕 哦 那玄武进武中的强者发出一声长笑 整个面目都化作猙獰的黑面之狼 锋锐的狼爪朝着林峰黑色的沙伐之剑抵挡而出 轰隆隆的狂躁响声不断 杀林峰嘴中吐出一道声音 十二柄剑在灵魂的浴室之下穿对方的胸膛而过 鲜血随着剑一起飞出 而在同时 林峰手中的杀伐之剑无可阻挡 斩杀而出 将对方的身体直接撕裂 对方连惨叫的声音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死了 人群的心头狠狠地站立了下 好可怕的林峰 杀玄武进武中的强者 轻而易举 眼眸转过 还剩下两人 林峰心神一动 这十二柄剑呼啸而去 同时他的脚步也在虚空一跨 朝着那两人踏去 剑木 一声低喝 三十六柄剑再度变换 化作一道道剑之羽木 将两人困在其中 无穷无尽的剑 一疯狂地绞杀着 完了 四名玄武进武中的强大存在 全部要死在林峰手中了 看到那两人在剑木中吃力的抵挡 而林峰虎视眈眈的在一旁 许多人心中悲乎一声 对雪月圣院的人而言 他们虽然被林峰的实力所震撼 但却没有人希望林峰能胜 林峰 是来杀他们 毁灭他们的 第493章可怕的剑道意志 但无论那些雪月圣院的人如何希望 战斗的结局都已经注定 不会改变 那两名玄武进武中境界的强者在剑木中挣扎着 根本逃不脱 36柄剑仿佛化身千万 伴随着紫光一起在虚空中穿梭 似乎永远不会停息 来劫杀我 你们有那能力吗 林峰跨上前 来到剑木之外 冰冷说道 这五人 竟和断天狼一起在雪月圣院中等他 想要劫杀他 他们 真以为自己吃定了林峰 但现在 林峰一个人 就足以杀了他们全部 剑木中的两人脸色僵硬 苍白中透着恐惧 他们来截杀林峰 但现在 成了林峰玩弄他们 想杀就杀 他们想要说些什么 但被剑阵所迫 他们连说话的空隙都没有 一分心 也许就会被剑阵绞杀 结束吧 林峰低声说道 脚步一跨 到达剑木的上空 这两名玄武镜之人在剑阵中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但林峰也懒得和他们好下去 毁灭的一剑 从空中降落 斩杀而下 吼 两人感受到这杀伐毁灭之剑双眸赤红 发出一声大吼之声 但没用了 剑木中的无尽绞杀之剑本就让他们无法抵御 林峰的杀伐之剑幼稚 他们根本无暇顾及 通龙 一人以刀斩向虚空 斩向林峰的杀伐之剑 然而就在这瞬间 无尽的剑气从他的身体穿透而过 让他浑身一僵 被毁灭 另外一位强者发出一声嘶吼 再也无法忍受这股窒息的压抑毁灭之气 心神一乱 顿时一道剑气乘虚而入 刺入他的身体 让他浑身一僵 随之降临的 是无穷无尽的剑雨 将他的身体刺得千疮百孔 死 死了 到此刻为止 五名玄武镜的强者 全部死了 被林峰一人所杀 人群只见林峰张手 顿时紫光没入林峰身体当中 一股魂魄的气息降临在林峰身上 同时那些剑 也都飞回林峰身边消失不见 战斗结束 林峰的眼眸恢复如常 但他立于虚空的身影 却是战动人心 林峰 太可怕了 他成长的速度让人震惊无言 每一次大战 都会发现他比以前更强大许多 从无例外 每一次认为他必死之时 他都能以绝强的力量反击 击杀那些要他命的人 林峰 无疑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天赋和强大 玄武镜武众的强者是很强 在整个血月国 都已经算是巅峰实力了 但在林峰的面前 只有被屠杀的份 更可怕的是 林峰如今的修为 才只玄武镜三重 若是林峰以后修为再提升变强 该有多强悍 断天狼的心更是狠狠地站立着 当林峰的目光扫过他之时 他只感觉一道寒气清洗全身 浑身冰凉刺骨 不用怕 我现在不急着让你死 林峰淡漠地吐出一道声音 让断天狼的眼眸僵硬在了那里 下方人群的目光也都一僵 这是何等强烈的侮辱 现在 我不急着让你死 林峰无疑是在说 我要你死你就得死 现在不是不能杀你 只是林峰他还不急 不过以林峰如今的可怕实力 也已经拥有说死话的资格 现在断天狼在林峰的面前 就好像是一个小丑一样 林峰可以肆意地凌入他 想什么时候杀他就什么时候杀 玩弄于鼓掌之中 断天狼深吸口气 眼中露出一抹血红之色 可怕而妖异 现在的他 是在等死 等林峰什么时候想杀他了 再杀他 这种滋味 无疑是最痛苦的 明知道自己要死 却无力阻止 而且死的时间 都由他生死仇敌林峰来决定 这种痛苦 是难以名状的 三十六名女子与蛇环的战斗依旧在继续 三十六天刚剑阵将蛇环困住 但蛇环凭借强悍的实力 他们也杀不了蛇环 双方僵持一下 此时蛇环的脸色阴沉无比 他当然也知道林峰与他四名手下的战斗 他还想四人杀了林峰再来帮他解围 杀了这些女子 但没有想到 四位玄武进武中的强者 反而都被林峰所杀 而且真正让蛇环难以接受的 是林峰可怕的战力 玄武进三重境界 一个人 杀了四名玄武进武中强者 那看似简单的剑阵 其中却蕴含了林峰对剑 以及阵法的领悟已经可怕的灵魂控制能力 林峰的天赋 让蛇环有危机感 林峰脚步一跨 来到剑阵之前 冷漠地看着其中的蛇环道 令我罪名 诸我十足 你蛇环 算什么东西 现在就如畜生一样 被困在剑阵当中 蛇环听到林峰侮辱的话 与脸色一僵 林峰说他就像畜生一样 被困阵中 他蛇环 雪龙未就大统领之一 何曾受过这等强烈的羞辱 心神一乱 一道剑气从蛇环身旁掠过 擦出一缕鲜血 让人群眼眸为宁 林峰 是故意以言语相激 去惊怒蛇环 蛇环自己也知道林峰是故意的 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小被如此羞辱 说成畜生 更何况 他现在的确很狼狈 就像是困龙之兽 这才被林峰激怒 林峰 你该万死 蛇环怒喝一声 滚滚的兽性疯狂地从他身上绽放 一股可怕的腰肢气息冲天而起 只见他的双手骨掌而起 净化作蛇龙利爪 争吟可怕 吼 蛇龙怒吼 蛇龙舞魂附在蛇环的身上 扑着他的身体冲天 可怕的拳头以及蛇龙利爪轰灭一切 将那一道道剑气轻易地撕裂 此时 三十六道剑芒同时绽放 三十六道剑之横杠横跟在虚空当中 朝着蛇环压迫过去 阻挡他离开剑阵 吼吼 一道道怒吼之声无比嘹亮 蛇龙冲破一切 无所顾忌 那三十六道剑芒一道道被撕裂开来 蛇环幻化而出的蛇龙利爪也流着鲜血 但他依旧凌空 视如破竹 轰 恐怖的压迫之力将上空的几位女子震退 蛇环眼中闪过一道冷力之色 气息释放到极致 附身于他身上的蛇龙虚影仿佛化为真正的蛇龙 拖着蛇环的身体冲向高空 冲出剑阵 出来了 蛇环的眼眸中闪烁着寒芒 猙獰可怕 终于冲出了剑阵 但就在这时候 虚空当中 在蛇环的头顶 一股可怕的沙伐之意降领 让他的内心一颤 好强的沙伐剑意 这是剑道意志的力量 抬起头 蛇环看向虚空 只见在那里 一道俊逸非凡的身影凌空举剑 黑暗沙伐之剑阵战人心 同时 一缕缕太阳之光照射在黑暗之剑上 竟让黑暗附着了火焰 太阳之火 好可怕 人群也都抬头看着这一幕 黑暗之光与太阳之火相融 火焰都透着黑暗 两种不同的剑意在剑中绽放 震撼着人群的心 太阳火焰意志 黑暗沙伐意志 两种剑道意志相融合 凌风的剑 迎着烈日之光 带着黑暗沙伐 朝着下空展落 虚空当中 唯有沙伐与太阳剑芒 黑色的火焰剑芒 剑芒所过之处 空间的剑痕久久不息 剑快到极致 瞬息降临到蛇环身前 蛇环反应过来 怒吼一声 庞大的蛟龙影子冲向凌风的剑 吃吃 剑割裂一切 蛇龙被劈裂开来 蛇环恐怖的真元全部涌出 阻挡剑之威势 同时蛇环的身体也朝后退出 然而这快到极致的一剑依然斩下了 伴随着陷血的飘散 蛇环的胸口出现了一道血痕 触目惊心的血痕 浑身欲血 身体微微颤抖着 蛇环看着那道触目进行的血痕 面色猙獰 死死地盯着凌风 我蛇环不杀你 势不为人 一道怒吼滚滚而出 但蛇环的身体却化作一道幻影朝着远处掠去 极其的快 在他离开之时 虚空中还不断有鲜血朝着下方滴落 强大如蛇环 玄武镜六重强者 受伤逃遁 第494章页 蛇环的威胁之声在虚空中回荡 凌风看着他的背影没有去追 目光平静而冷漠 你刚才要我万死 我依旧好好地站在这里 你自己却如丧家之血 凌风嘴中一道话音滚滚而出 朝着远处的蛇环扑去 让蛇环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 凌风说得没错 刚才他也说要凌风万死 但现在 他狼狈而逃 堂堂雪月守护雪龙位之统领 面对一二十岁不到的青年后辈 竟然逃跑 而且 还有五位玄武镜五重动手下被抹杀掉 耻辱 无法抹去的耻辱 蛇环的身影终于消失在了人群的视线当中 那三十六位女子身形闪烁 飘然而去 仿佛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他们 好修饰凌风的影子 躯空中 凌风凌空而立 人群仰着头看着他 心中无比复杂 蛇环都逃跑了 现在 就看凌风怎么处置雪月圣院 雪月圣院 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凌风 阻挡这只强大的铁骑 只见凌风目光在雪月圣院扫尸了一圈 目光寒冷无情 透着几缕杀伐之戏 此时的他 想起了那日和烟雨平生的对话 既然踏上了杀伐之徒 那就杀 杀他一个血流成河 人的一生都有很多选择 许多时候 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就会葬送性命 而这些人 选择了雪月圣院 选择了与断天狼为伍 那么今日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没有什么好手下留情的 伴随着凌风的沉默 虚空中透着一股压抑之气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所有人都在盯着凌风 昔日 断天狼见雪月圣院 灭我云海宗 此乃宗门血仇 既然你们选择了入雪月圣院 就注定要承载云海宗的仇恨 如今云海复兴 血债血长 焉能不灭雪月圣院 凌风缓缓地开口 手微微举起 随即落下 一道声音 从他嘴中吐出 沙 沙自落下 轰隆隆的铁骑之声滚滚 大地震战 一股可怕的煞气冲天而起 几万铁骑军士同时绽放出气势 这股煞气之强 直接将整个雪月圣院都笼罩住 那些实力弱的一些人 只感觉一阵窒息 双腿发颤 这煞气太可怕了 沙 凌风 他真要灭雪月圣院 真敢灭雪月圣院 啊 一道惨叫声从原处传来 却是如此的震撼人心 这一声惨叫 无疑是在宣告 铁骑对雪月圣院的杀戮 开始 圣院 最强雪院 凌风看着断天狼冷笑 到 今日 你会亲眼看到雪月圣院毁灭 云海综重现 你的那些计划 毁灭云海 杀柳淑 创建雪月最强雪月 全部落空 还害人害己 你儿子死了 今天 你断天狼也要死 铃风的话字字诸心 在断天狼的脑海中回荡 他断天狼 千方百计 阴谋诡计无数 要铃风死 要柳苍蓝死 想要掌控一只恐怖的实力在手中 而且 断天狼还得到了他的默许 但如今 一切成空 铃风带人踏入雪月圣院 血债血肠 今日之后 也许圣院便不在 他断天狼得到了什么 儿子死了 他自己也随时可能被铃风所杀 凄厉的惨叫之声不断地传出 朝着原楚弥漫而去 让雪月圣院的人恐惧震惊 同时也振战着整个雪月 原楚 有许多都在目睹着这场屠戮 铃风带君入皇城 屠戮雪月圣院毫无顾忌 杀法果断 铃风 你好残忍 有怒吼之声传入虚空 铃风面无表情 再无情的事情 该残忍的时候 他不会留情软弱 铃风 为什么要杀我们 我们加入雪月圣院 不过是想变得强大 这有错吗 有一道仰头 双眸赤红 盯着铃风 云海宗被灭 云海宗的人 有错吗 铃风冷漠地扫尸了那人一眼 这世界哪有对错之分 只有强弱二字 那是断天狼灭的云海 我们是无辜的 断天狼带人灭云海 是为了创建雪月 断天狼 他没有逼迫你加入雪月圣院吧 你现在是雪月圣院之人 在雪月圣院修炼变强 到雪月圣院危机的时候 就要摆脱与雪月圣院的关系 你无辜 铃风怒喝一声 一股杀伐之气降临在那人的身上 让他浑身一僵 既然你选择了加入雪月圣院 就当与雪月圣院共存亡 雪月圣院的血债 你身上也有份 铃风话音落下 顿时在那人的身边一匹铁骑拂过 长枪直接刺入对方的咽喉 那人的眼眸 依旧还透着迷茫 对错 谁能分 既然当初断天狼带人灭云海 如今铃风为云海宗主 覆灭雪月圣院也合情合理 宗门血仇 岂能不用鲜血来偿还 况且 很少有人知道 铃风身上所背负的 当初云海宗被灭的时候 他临风的命 是云海宗的长老 宗主等人用命换来的 以命换命 而且是那么多人的命换 他临风一条命 那一幕幕的悲壮场景 铃风至此难忘 死仇不报 那些为他而死的人如何明目 因此 无论对错 即便真错了 铃风也要杀 宁可负这些人 也不负云海昔日之恩 雪月圣愿 必须要灭 就如当初云海宗被灭一样 铃风 又是一道巨大的声音传出 只见一道声音从地面上跃起 来到铃风身前道 铃风 是我 我也是云海宗人 我愿意重回云海 重回云海 铃风看着这人 露出了一抹信念的神色 此人 竟然是屠夫 昔日这屠夫 也算是云海宗的一位天才了 对 铃风 我们都是云海宗的人 你的师兄弟 我们当初也是被迫加入雪月圣愿 现在愿意重新回到云海宗 听你调遣 地面上 许多人身形闪烁 来到铃风跟前喊道 都称自己是云海宗的人 你们愿意 我不愿意 铃风淡漠地吐出一道声音 剑从虚空展落 屠夫的身体直接将在了虚空当中 而那一抹剑芒一路朝下 将地面那些自称云海宗的人全部杀了 一个不留 既然当了叛逆 还有脸面回来 铃风声音冰凉 目无表情 屠露依旧在继续 惨叫之声此起彼伏 鲜血渐渐在雪月圣愿不断地扩散 将地面染红 虚空当中 一道身影飘动 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然而下一刻 铃风的身体也动了 如风搬挡在了他的面前 但眼睛却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天狼王就想走 铃风淡淡地说了一声 断天狼脸色苍白无比 玩弄 如今铃风就是在玩弄他 让他看着雪月圣愿的毁灭 却不杀他 断天狼双眸中透着一股妖异之色 突兀的 他的武魂绽放而出 两种武魂 漆黑的封印之门 璀璨的虚幻之剑 只不过那封印之门 只有三扇 可见他的血脉之力并非太强 血脉武魂觉醒也并非太厉害 双手舞动 断天狼凝结着特殊的印节 对着铃风猛然一喝 风 话音吐出 三扇封印之门从虚空中出现 要封印灵风 这是灵魂气息 灵风感受到这封印气息目光为宁 封印之门 应该是属于攻击灵魂的手段 封印武魂 封印灵魂 甚至毁灭别人 不过对灵风而言 断天狼释放的封印之门 还太弱了 想要拼死一搏 你还不够资格 一股可怕的灵魂气息 从灵风的身上扑出 千万缕残魂化 化作一股无形的气流 轰在封印之门上 一股灵魂的气流波动传出 封印之门竟轰然碎裂 让断天狼浑身一颤 嘴角吐出一口鲜血 的确 在灵风面前 他就连拼命的资格都没有 灵风的灵魂力量 好可怕 竟然还能调动灵魂力量进行攻击 第495章 你自尽吧 断天狼身后的剑舞魂突兀的消失 无影无踪在断天狼的眼眸当中 透着一股苍凉 枭雄驰木 看来我断天狼 今日逃不了一死了 嘴中吐出一道声音 断天狼放弃了殊死一搏 没用 凭借他的实力 根本撼动不了灵风 灵风没有说话 断天狼 今日当然必死 无论如何 都要杀 灵风留了他这么久的命 就是要他亲眼看到雪月圣院是如何覆灭的 看到云海宗崇林雪月 目光闪烁不停 断天狼想自尽 但又舍不得 他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 也许 还有救呢 也许 还有强者过来帮他呢 远处 许多道身影闪烁而来 看到雪月圣院中被鲜血染红 他们的双眸一个个赤红 这些人 很多都是皇城贵族 他们有后辈弟子在雪月圣院中修炼 但现在 灵风带人屠圣院 他们的后辈子弟 岂不是也要被屠杀 虚空当中 有一玄武镜的强者跨步而来 到达灵风身前 道 灵风 我连家有弟子在雪月圣院 能否网开一面 容我接他离开 脱离雪月圣院 灵风看了对方一眼 目光淡漠 吐出一道声音 我认识你吗 平静的声音蕴含着几分冷漠之意 让那玄武镜的强者目光一鸣 灵风 认识他吗 他有什么资格问灵风要人 滚 否则 连你也杀 灵风再度吐出一道声音 让那人目光一将 不走 连他一起杀 呼 吐出口气 他的目光看了下方一眼 眼中透着怨恨 但也有无奈 面对灵风 他能如何 灵风 你太过分了 你可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雪月圣院中 你竟然全部要杀 又是一玄武镜的强者闪烁而来 盯着灵风道 目光带着几分仇恨之意 既然要恨 就更恨一点吧 灵风的脚步一跨 一股可怕的杀伐之气将那说话之人笼罩 战动人心 那人浑身一僵 脸色瞬间苍白如指 这杀伐 好可怕 一抹恐惧之意在心头蔓延 看到灵风眼中透着的杀伐之意 他后悔刚才的冲动 竟然怒斥灵风 他凭什么敢怒斥灵风 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灵风的杀伐之剑斩下 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被杀伐之剑吞没 一剑劈沙 从眉心往下 鲜血不停地渗出 这一幕 让后面又跟着他来的几人浑身一颤 身形止住 他们忘记了自己刚才想说什么了 再不敢赤贺灵风 灵风 根本不会跟他们理论 一切 都只有一剑 剑落下 所有问题都解决 我们回去 刚才那人转过身 朝着雪月圣院外而去 虽然恨 但不敢激怒灵风 激怒了不但救不了人 他们自己也要死 其他人也一个个都紧握拳头 发出弄插的声响 恨 他们恨透了灵风 屠杀雪月圣院 这屠杀的人中 有他们的后代 甚至是直系血脉 但灵风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们 要全部杀 尤其是其中一身穿蓝衫的玄武镜强者 目光透着阴厉之色 此人正是昔日和灵风 有过深仇的白家之人 昔日灵风就杀了他们白家不少人 他曾经亲自前往天意学院问罪灵风 不过最终却狼狈离开 如今 他白家剩余的一些青年后辈 都在这雪月圣院中修炼 其中还有他亲子 灵风 竟又要杀 我们去找其他人手 一起对付灵风 而且 我们可以和灵风那些强大的仇敌联合 比如瑜伽 万寿门 蓝山玄武强者低声说道 其他人脸色寒冷 都微微点头 对 找那些灵风的仇敌 一起对付灵风 报仇 蓝山刻意将声音压得非常低 他以为只有他身边的几人能听得到 但他似乎忘记了 实力境界不同 也能决定听觉有多敏锐 感知和灵魂力量 也同样影响午休的听觉 灵风拳方面的素质 全部都非常厉害 因此那细微的声音并未逃脱灵风的耳朵 报仇 你不会有这机会 灵风淡淡地说了一声 让蓝山中年身体一僵 随即又听灵风冷笑 你不出现 我差点将当初的仇恨给忘记了 白家可笑 蓝山中年身体僵硬 回过头 恶毒地盯着灵风 霸刀何在 灵风大喝一声 顿时 并面上一道身影凌空 面上戴着猙獰的青铜面具 浑身透着无比强烈的霸刀之意 就如衣柄刀 霸刀 你和火佬 带一千铁骑 去将皇城白家 灵起满门 灵风淡淡地说了一声 霸刀点了点头 随即去寻找火佬 而那些商量着要报复 灵风的人 一个个神情恐惧 灭起满门 灵风一出手 就要灭人满门 好可怕的妖孽 白家 完了 恐怖全部要死 蓝山中年身体剧烈地战斗着 因为他一句话 以为灵风听不到的话 害死了整个白家 白家要满门被灭 他还记得昔日欺辱灵风之事 灵风眼中充斥着的怒火和仇恨 那时候灵风就说要灭他白家 如今 他明知灵风实力如此强大了 竟然还招惹灵风 自寻死路 没想到还有上门送死之人 灵风淡淡地说了一句 又是一步跨出 其他人全部都抛开蓝山中年 远远地躲避开灵风 现在灵风就是杀神 绝对不能招惹 谁招惹灵风就是死 那蓝山中年见到形势不对 也开始逃顿 但哪里还能逃 灵风挥出的杀伐之剑 一直追杀着他 直到站在他的身上 又一个玄武镜之人 死 现在的灵风 杀低阶玄武镜的人只需要一剑 随意一剑就可以杀 避无可避 逃无可逃 看着对方倒下 灵风面无表情 当初的对方去天意学院要人 去杀他 灵风对他对白家很仇恨 发誓要灭了他们 随着阅历的增长 这种恨虽然还存在 但也稍稍淡了些 因为在如今他的眼中 白家很不起眼 羽家 这真正的幕后之人 才是灵风想要灭的 但对方既然要来找死 灵风当然不介意送白家一城 免得他们继续祸害奴隶 以人来求斗 其他人一个个沉默地离开 不敢再说半句话 灵风 他们惹不起 即便后辈子弟被屠杀 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 先离开在意 惨叫之声依旧在空间中回荡 灵风看了一眼地上雪月圣愿 太阳映照在其上 将鲜血染得通红 整个地面仿佛扑上了一层血色地毯 近日 注定是雪月无法抹去的日子 灵风灭昊月宗 冰雪山庄之后 带君踏入皇城 灭了雪月圣愿 皇城上下 无人不惊 这一次屠杀 被牵连进去的人太多 毕竟在皇城中 有太多人对雪月圣愿抱以希望 尤其是不少贵族之人 他们将后背送入雪月圣愿 但如今 灵风手中的剑一挥 雪月圣愿整个被灭了 灵风 无疑是得罪了那些人 太阳之光 灵风渐渐地变得暗淡下来 夕阳的红霞浮现在空中 皇城当中 似乎被一股凄凉之意所笼罩 断天狼站在修炼圣塔上 依旧站在那没死 在他身旁不远处 灵风也站在那里 却没有看他 抬起头 似乎在看夕阳的余晖 但断天狼明白 死亡 距离他越来越近了 没有人来救他 也没有人来对付灵风 他断天狼 沦为弃子 你后悔吗 看着漫天红霞 灵风淡淡开口问了一声 断天狼微微沉默了下 私存片刻 终于点了点头 后悔 但是 笑到最后的人 绝对不会是你 灵风 灵风听到断天狼的话笑了 笑得格外的妖 然而他却并没有去接断天狼的话 只是随意地道 你 自敬吧 自敬 雪月王爷 一代诸侯 灵风很平静地对他说 你 自敬吧 第496章黄城夜话 残阳如血 雪月圣院的修炼圣塔之上 有几滴鲜血朝着下空低落 一具身体 在残阳之下 缓缓地在虚空中飘荡 朝着地面落下 伴随着一声轰响之声传出 这具身体在地面上 溅起了几缕尘土 没有太大的反响 后人有谁会知道 天狼王爷 会是这样的死去 被迫自尽 随即从空跌落 没有荡起多大的波澜 甚至除了赤血铁骑之外 外人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天狼王是如何死去的 下方 许多赤血铁骑一直盯着断天狼 直到他的身体跌落在地面上 这些人 一直跟随柳苍蓝 对昔日之仇 岂能相望 断天狼害死几十万将士 这等血仇 断天狼死不足惜 今日 他总算得到了应有之结局 抬起头 人群又看向虚空当中 那站在雪月圣院修炼圣塔顶端的身影 凌峰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完成了他的承诺 抹杀断天狼 此时的雪月圣院惨叫声已经越来越微弱 极尽于无 因为雪月圣院的弟子 已经被屠戮得差不多了 剩下一些人也许还躲在圣院当中 但也正被搜出来抹杀掉 残阳之下 唯有显染的地面以及一具具尸体 凌峰的目光扫了雪月圣院一眼 此刻他所站的位置在雪月圣院乃是最高之地 整个圣院都一览无遗 全部都在他视线当中 结束了 凌峰低声说了句 雪月圣院被灭 断天狼也已死 接下来 就剩下皇城最强的几股实力了 万兽门 瑜伽 当然 还有那些隐藏在幕后之人 凌峰此次踏足皇城 绝非是意气用事 那些隐藏在幕后自以为控制一切的人 凌峰 怎么也不能让他们太安稳 这面雪月圣院 只是踏出了第一步而已 一夜时间 收拾雪月圣院 从此 这里更名 云海宗 凌峰淡漠的开口说道 声音在虚空中飘荡 远远地传递出去 落在所有人的耳膜当中 从此 雪月圣院 更名云海宗 凌峰灭雪月圣院之后 并没有返回云海山脉 而是直接将圣院拿下来 当作了云海宗的基地 云海宗 入驻皇城 身形围动 凌峰的身体消失不见 如血的残阳依旧 铁骑 开始清理战场 夜色 如水般凄凉 今夜的皇城 安静无声 仿佛往日的喧嚣不见 带着几分凄凉的冷意 连偶尔拂过的风 都仿佛比平日里 更寒冷几分 这短暂的时间 皇城上下 无人不知凌峰带 军入皇城的消息 赤血铁骑 以云海宗之名 踏破雪月圣院之势 也同样是无人不小 今日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日 被人群寄予厚望 甚至以为将会成为 雪月最强雪月的雪月圣院 却被凌峰踏平来 这对人群心灵的冲击 无疑是巨大的 同时 他们也震撼于凌峰的狂妄 以及震惊的实力 传言 今日断天狼身边 还出现了一位 玄武镜六众的强大存在 以及五名玄武镜五众之人 然而 五名玄武镜强者 全部都被凌峰杀了 而那玄武镜六众的强者 则受伤狼被遁去 凌峰之名 在一次明镇雪月 夜幕的黄城当中 在一山腹之内 有着一座浩瀚威严的大殿 大殿内 一道身影面壁而出 一动不动 宛若一座雕像般 哒哒 寂静无声的石壁 突然响起了一道声响 这声音不大 但在安静的石壁中 依旧能够荡起一阵回声 显得格外的清晰 那面壁的声音 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 似乎没有听到 身后传来的声响 走来的身影来到那人的身后 就那么站在那 一动不动 同样没有说话 实力当中 又恢复了可怕的沉默 仿佛过了许久 那面壁的身影才动了动 一道声音从他的嘴中说出 平静到没有半点波澜 这次 怎么提前来了 因为这些天的雪月 发生了不少大事 黄城 很不平静 站在那的身影 回应了一声 静 坐着的人用力吐出一个字 静字 在空中回到 静 无论遇到任何事 都要静 心不能有半点波动 这一点 你那兄长就比你做得好 你的心 出现了波动 面壁之人声音依旧如此的平静 语调从头至尾都没有起伏的波澜 静 那声音沉默了片刻 随即点了点头 他久未波动的心 却是不太平静了 有了波动 书一说 最近发生了哪些大事 念壁之人开口问道 雪月天才聚会之时 您已经知道 月梦贺仲献雪月 如今 雪域大比在即 龙山帝国之人 西天风国的人来了 林峰 他杀了几个天风国的人 而且在今日 带君入皇城 将雪月圣院踏平了 踏平雪月圣院 这对你而言 是好事 念壁之人道 不过 也有坏处 正是如此 他凭雪月圣院 是在剪除他的羽翼 然而 也同时在激发矛盾 我担心 矛盾会被激化 让我措手不及 站在那的身影摇头 叹息一声 林峰带君入皇城 这是他都没有预料到的 是已至此 静观其变 你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你牢记这一点便可以 念壁之人又道 站在那的青年点了点头 他当然知道 他现在需要时间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岳家那边 也有动静了 似乎是想要和皇室联姻 让岳天命 取星夜 取星夜 那人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动容 随即道 岳青山那老家伙 还是那么执着 他要取 你就破坏便是 既然星夜喜欢林峰 你可以撮合他们 你不反对就好 青年的眼中露出了一抹笑意 林峰的悟性很可怕 甚至不比他弱 天赋和运气也都有 我为什么要反对 坐在那的人再次开口 面向石壁的脸上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林峰合约天命争 会很有趣吧 你来就是要我点头吧 放心去做 血液我都交给你了 你还在乎什么 大胆去吧 以你的智商 即便最后败了 我也不会说什么 那便是天意 念壁之人声音中 似乎对青年透着无比强烈的自信 整个血液都交给他 恐怕到如今 外界之人还很少知道 血液的权力 到底在谁手中 只有在最核心的几人 才真正了解 在幕后掌控一切 我明白了 父亲 青年对着面壁之人 唯唯公身 随即脚步往后退 没有转身 而是一步步后退 直到退出这偌大的洞府 脚步升远去 洞府大殿 又恢复了那亘古不变的安静 第497章 凌峰无罪 清晨 一缕凉风拂过皇城的大街小巷 吹打在人身上之时 也让人的睡意清醒了几分 雪月圣院 有人在这边走过 或者说是刻意来这里看看 但他们却发现 这里 已经不能称为雪月圣院了 看着那大门上烙印着的大字 人群只感觉一阵心颤 雪月圣院四个大字 已经被完完全全的抹掉 此刻上面刻着的 竟然是 云海宗 云海宗 这里 从此以后 更名云海宗 雪月圣院 从雪月除名 云海宗取而代之 入主皇城 好霸气的凌峰 许多人心头感叹一声 凌峰灭了雪月圣院后 更名云海 将圣院当作了云海宗心的宗旨 狂妄 嚣张 也只有凌峰那疯子能做出这种大胆的事情来 至于此时的雪月圣院里面 渲染的地面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偌大的空间 停台阁与甲山河流 所有地段的血迹全部被抹除清晰了 整个宗旨焕然一新 仿佛被暴雨洗过 甚至 雪月圣院那些人的尸体 也都全部消失不见了 无影无踪 仿佛这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屠杀一样 云海宗乃是由昔日的赤血铁骑 以及后来凌峰在扬州城所招揽的人才所聚 有数万之众 全力清扫之下 在一夜之间让雪月圣院焕然一新 也并非太难之事 至少 云海宗已经做到了 这一夜过后 除了原本的建筑保留外 那些院落宫殿 全部都一主 雪月圣院的一切 都被云海宗接管 藏书阁内的五纪功法 藏宝阁中的宝物原石 还有修炼圣地元气地脉等 都属于云海宗的了 而在此时 皇宫 君王殿 君王所在之地 外面 全部都是人影 这些人议论纷纷 脸上全部都透着冷漠恨意 仿佛说着什么深恶痛绝之事 这些能够踏入皇宫中的人 都是一些大官显贵 而在皇宫的正门之外 同样有许多人排列在那 这些人一大早就已经来了 虽无法进入皇宫 但也早早在宫门外守候着 而且 这些人都有一个相同之处 便是他们手中都握着一份精致的竹简 所有人的竹简当中 全部刻着一行字迹 而无论字迹如何 却都表达着同样的意思 如 林峰率君入皇城 朱灭雪月圣院 残暴无道 目无君王 其最当诛 而且 每一份竹简之上都刻着血手印 意为血书 此时 皇宫大门之内 有许多道身影朝着这边走来 最终 道人群的身前停下来 人群眼中一个个都露出了激动之意 有人来领他们的血书了 林峰 一定要死 一道身影走到众人的身前 朗声道 将东西城上来吧 我们会传入君王殿中 人群都点了点头 纷纷将手中的竹简呈上 而那些道来之人负责接引 一个个接引 每一人负责一段距离 一步步将这些血书 传递到君王殿外 君王殿外的许多人群看到血书到达 都露出了一抹笑意 同样的 在他们手上 也出现了一封封竹喊 真正在幕后控制着一切的人 其实是他们这些人群 他们中 有不少人的后辈在雪月圣院 却被林峰说杀 所以他们要林峰死 外面的许多人 其实都是他们这些人 欲使而来的 目的只有一个 造势 要林峰的命 君王殿中 一道身影夸出来 对着阶梯之下的人群喊道 将他们的东西 都乘上来吧 说吧 有许多人上前 将那些竹简全部接过 然后乘上去 一直接入到君王殿中 看到君王殿外 许多人群一个个都拖着厚厚的竹简 跨入君王殿内 这些人目光闪烁 冷芒不断 在这股冷芒之中 还有着思思忐忑 林峰带君入雪月 君王 此次能宽恕林峰吗 林峰 一定要死 此次他们如此多人一起上奏 千人写书 不怕搬不倒林峰 独孤亲家 没想到你都亲自来了 其中有身穿蓝筹衣衫的人 对一气宇轩昂的老者说道 那老者目光闪烁出锋芒 道 林峰不死 我浑身不自在 哈哈 我也是 独孤亲家放心吧 那家伙行事如此张狂 不知低调 此次竟还敢带君入雪月 目无君王 还将雪月圣愿灭门 这一次 君王绝对不能饶恕他 必派强者绞杀林峰 蓝筹中年笑着说道 让那独孤老人 唯唯点了点头 希望如此吧 林峰 一定要弄死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林峰不死 他难安心 所有人 都在外面静静地等待着 等待处死林峰的消息 他们看着前方那座浩瀚的大殿 目光透着几分期待之意 雪月君王 虽如今极少露面 但每一次批文都极其地惊妙 让人叹服 相信这一次 君王同样会做出让他们幸福之事 时间点滴地流逝着 这短暂的等待却仿佛很久般 终于 有一道金色的手册从君王殿中飞出 直接在人群的面前下降 独孤老人一步跨出 手掌一颤 顿时那金色的手册直接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迫不及待地打开 独孤老人的瞳孔微微一凝 僵硬在了那里 独孤倾家 君王怎么说 有人凑上前来 对 是不是要处死林峰 人头攒动 许多人出现在了独孤老人的身边 独孤老人将金色的手册递给他们 当看到那四个大字之时 他们的瞳孔也全都一明 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即便他们将眼睛擦亮几遍 那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依旧不会改变 在金色的手册中刻着的四个大字是 林峰 无罪 林峰 无罪 林峰怎么可能无罪 带君入血月 此为第一罪 经此一罪名 就足以断林峰叛逆之罪 断天狼身为皇室王爷 身份高贵 然林峰不过是诸侯 封比扬州城 然而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诛杀天狼王 此其罪二 这一罪 同样可让林峰死 血月圣愿以血月为名 乃天狼王所创 其中有皇宫贵族子弟无数 然林峰一幕携席血月圣愿 圣愿之人全部被杀 此其罪三 林峰 无罪 许多人胸膛起伏 似乎有些愤怒 然而这乃是君王所判 他们又不敢发怒 看着那传令之人出来 不顾老人道 劳烦通禀一声 我要见君王 对 我也要见君王 许多人陆续出声 他们都要见君王 岂能判林峰无罪 不用见了 君王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他让我转告你们 林峰是以云海宗宗主身份入皇城 他的君也只能算云海宗宗门之人 不算带君入皇城 无罪 至于天狼王之死 昔日天狼王带人灭云海宗 林峰身为云海宗昔日弟子 如今复仇无可厚非 此乃私仇 与林峰和天狼王身份无关 林峰无罪 还有雪月圣院弟子之死 他们既然选择了踏入雪月圣院 就该与雪月圣院共存亡 而雪月圣院建立之时 灭了云海宗 此乃事实 如今林峰灭雪月也无关其他 只是复仇而已 林峰无罪 这人缓缓说道 仿佛将他们心中林峰的三条罪名都一一驳回 让他们目光将在了那里 不知该如何回答 林峰 无罪 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他们不甘心 当然 林峰复仇是私愿 你们可以去找林峰复仇 这也是私愿 无人会干涉 这人淡淡地说了一声 让他们 去找林峰报仇 舞界之事 以舞道法则来解决 但他们的脸色却更不好看了 能找林峰复仇 他们会来死 第498章绝壁之下 此时的林峰 自然不会知道皇宫中发生之事 在昔日的雪月圣院 如今的云海宗内 在七大方位 一道道身影闪烁不停 在那里 全部翻修 地面之上 透着浓郁的天地元气之气 火老和赤老 此时站在七楚方位的一地 看着那些闪烁的身影 赤老笑道 火老头 林峰 他这是要不时麻大阵 竟如此大动干戈 六合主杀 七星主幻 八卦主困 九宫主具 林峰此次布阵 七大方位 呈七星之相 应该是在布置幻阵 火老回应说道 在阵法当中 五一阵法之下 皆都为简单之阵 唯有到了六合 阵法才偏难 威力也大 六合七星八卦九宫 各有其意 可以是杀阵换阵 聚元大阵 但也有说法是 六合阵法 杀阜更利 七星阵法 幻术更强 八卦困人最厉害 九宫聚元 为罪 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并无绝对 六合同样可以是厉害的 换阵和聚元大阵 而有的九宫阵法 困人杀人都非常厉害 关键还是要看阵法本身 而真正厉害的阵法 就不仅是简单的六合七星八卦九宫了 那些复杂强大的阵法当中 融合无数小型阵法而成 包容六合七星八卦九宫等阵 即使杀阵也为患阵 威力强大无比 而且 融合的阵法越多 其威力也可能就越恐怖 当然 想要得到这种阵法之书本来就难 更遑论其部阵的难度 在九宫大陆 真正厉害的阵道大师 也是少有人敢招惹 挥手兼级可乘阵 阅级挑战轻而易举 挥手兼阵灭千万人 尸骨累累 如今虽无法布置那等强悍无比的大阵 但他参悟阵道也有些时日 在阵道上还是有不浅的造诣 再加上三十六位女子也都对阵道颇为精通 合力之下 在云海宗周围 已经隐隐飘荡有一层迷幻气息 仿佛有许多的雾气烟尘在虚空中缭绕着 阵法的玄傲境外程度 丝毫不雅于炼丹之道 活老看着远处迷幻之气不断地漂亮蔓延 感慨一生 无有武道 丹有丹道阵 同样有属于自己的道 玄傲无比 外行之人只感觉不可捉摸 这是自然 要知道这九霄大陆浩瀚无边 我们连它有多大都不清楚 血域都未曾走出去过 见识浅薄 真正也只有在古籍中能看到一些对大能者的记载 这些大能者可不全部都是经验武道之人 丹道大师受人尊崇摩拜 阵法大能者同样毁天灭地 当然无论是丹道还是阵道都要以武道为基 赤老也略有感慨 述说着自己心中之主见 活老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不精通武道 炼丹不振 都是一句虚言 不会有大成就 而且随时可能被人抹杀掉 五 是大陆的根本 二老兴致不错 此时 在两人身后一道笑声传来 让赤老和活老目光为宁 转过身 他们便看到林峰微笑地站在身后 不由得愣了下 随即又苦笑 林峰 你现在都已经把我们两个不忠用的老头远远地甩开了 活老摇着头 林峰走到他们的身后 他们却充耳不闻 丝毫没有发现半点征兆 这若是林峰要杀他们 他们已经死了 仅仅从这点 就可以看出林峰修为的精湛 浑身气息内敛不外放 脚步轻柔且无半点声音 是二老没有用心注意罢了 林峰替二老遮眼 道 二老刚才说到 九霄大陆之根本 依旧是武道 这点我也赞同 实力强 才可凌云 灭杀一切阻挡者 然而既然大家都知道武道为根本 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踏入炼丹意图或者炼气不振 林峰 你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一样的天赋 很多人在修炼之时 经常会遇到瓶颈一直无法突破 这时候并非一味的蛮横修炼就能奏效的 悟性不够 心境无法上升到另一个境界 突破也就成了一道天欠 横跨在前 而此时 也许你修一些旁门左道 会晤的一些事物 说不定就能够得到突破 而且 这炼丹练气以及阵法 不但不能算是旁门左道 还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手段 一个能够炼制中品玄丹的炼丹师 玄武进中阶之境的人都会有求于他 满足他心境的同时还能够得到物质上的交换 而且那炼制出的丹药也有可能用于武道的修炼 助他自己变得更强 这何乐而不为 凌峰赞同地点了点头 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些他也都想到 他之所以问二老 只是因为他自己心境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他发现自己无论是在武道 丹道 正道上 都有着迥异常人的天赋 这反而让他有些犹豫 到底该如何支配自己的经历 凌峰 我了解你心中之祸 不过我想说的是 你在丹道正道上的天赋 切记不可浪费了 也许有一日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结果 五 能让人凌云天下 但不代表无所不能 你可以想象一下 若是你人不在 有人威胁到你的情人朋友你该如何 而你若是精通丹道正道 一方面可以帮助你亲人朋友提升实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正保护他们 活老知道临峰心中所想 劝告了一声 当然临峰 这只是我个人之见 关键还是要靠你自己拿主意 临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和许的笑容 对着胡老点了点头道 胡老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 其实不需要我提醒 你心中也已经有了几分决断吧 不然也不会花费这么大精力布置这座 将整个云海宗都笼罩的大阵 而且将前面一阵的建筑全部拆掉 换成适合布阵的区域 活老盯着临峰 让临峰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 这昔日的雪月圣院占地极其广袤 布置这座大阵 确实很耗费精力心神 就说他从那从关键风源气地卖得到的原石 大半都用在了这座大阵当中 三日之后 许多人再来昔日的雪月圣院 如今的云海宗 依旧是原来的场景 但许多人都发现 这云海宗似乎有些不同了 给他们很虚幻缥缈的感觉 好似有几分雾气在虚空中飘荡 然而他们的视线所及之处 却分明是那么的清晰 没什么异常 好奇怪 许多人按道一声 看着那似时似须的云海宗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身影从虚空中跨出 越来越清晰 这是一道非常年轻的身影 俊朗飘逸 神采飞扬 而且 在这俊朗的身影之后 还跟着一头妖兽 凶兽穷奇 目光所及之处 人群的眼眸皆都一颤 凌峰 看到此人 许多人的瞳孔一阵收缩 微微凝固在那 这走出来的俊朗身影 正是凌峰 只见这凌峰快要出来之时 一步跨出 顿时身体凌空而起 而在同时 穷奇低吼一声 身体瞬息腾空 落在凌峰的身下 凌峰脚步一跨 直接站在了穷奇羽翼之上 一人一寿 飘然而去 如仙般潇洒不羁 高空之上 白云飘动 穷奇雨 每一次闪动都是千万米 极其的快 而他们所去的方向 赫然是云海山脉所在的方向 云海山脉距离 皇城虽有万里之遥 然而已要受穷奇的速度 一日便足以到达 飘渺的云雾翻滚之地 穷奇驾临后 山山臂那奇峰之地 缓缓地朝着云雾当中 审下去 中古绝壁 凌峰看着那八面中古 顿时思绪飘荡 一缕缕回忆飘入脑海当中 顺着绝壁往下 千米之地 凌峰喃喃低语 想起北老的话 缓缓地下降 到达中古绝壁往下千米之地 第499章破门 到达绝壁千米之下 凌峰以手背扣及山臂 顿时轰隆隆旧的声响传出 山臂开启 这里 正是凌峰上次踏入过的洞口 穷奇巨大的眸子闪烁不停 露出狐疑的神色 在这山谷绝壁之地 竟然还有一隐藏的洞府 似乎有什么秘密般 我们进去 凌峰低声道 穷奇低好了一声 随即羽翼一颤 跨入洞府之中 顿时 一座透着古仆气息的古殿 出现在了眼前 雕龙画凤 巨大的石柱支撑着古殿 古殿的壁垒之上 还雕刻着一幅幅胸利的妖兽图案 穷奇嘶吼一声 盯着其中一幅妖兽图案 顺着穷奇的目光看去 凌峰发现那图案赫然也是一头凶兽穷奇 轻吃的羽翼张开 这天蔽日 充满了无边霸道的凶煞之气 浑身如此般倒悬的毛发可怕无比 仿佛身体壮在人的身上都足以要了他人的命 这才是真正的上古凶兽 威严霸道 凌峰心中低语 他身边的穷奇虽然也很厉害 但比起图案上雕刻的上古凶兽 威严气势上还差了许多 这里雕刻着的妖兽 都是非常强大的妖兽 单单只论这穷奇 就拥有上古凶兽之威严 可见建造这古殿的前辈定然是绝强之辈 凌峰看着这些妖兽图案 若是没有见过这些强大的妖兽 不可能能够刻画出如此神韵的妖兽图案 就仿佛是一兽谱一样 在古殿中心走着 凌峰看着那仿佛亘古不灭的孤灯 心中生出丝丝别样的情绪 不知道这前辈高人 是否和紫荆山境地的尊者一样 寂寞而亡 这古殿就是一决定强者的坟墓 不过这想法也只是在凌峰的脑海中停顿了片刻 随即他和穷奇的脚步就来到了那座上次没有打开的古门前 金碧之门 两情天之注定在那里 维俄壮观 凌峰这次刻意前来云海山脉 就是想要看看 如今的他 能不能打开这金碧之门 只要将这扇门打开 也许很多未知的答案都会揭晓 这藏于云海宗厚山云海中山谷谷殿 到底隐藏着什么 穷奇 你试试能不能将这扇门冲击开来 凌峰对着身旁的凶兽穷奇说道 此刻的穷奇虽为二级悬腰 但许多妖兽天生具有可怕的力量 穷奇的速度极其的快 全力冲击之时 力量也会极强 好 穷奇发出一道低吼之声 脚步缓缓地后退 一双巨大的羽翼在古典中张开来 缓缓地拍动着 那双胸利的眸子带着冰冷之色 死死地盯着金碧之门 吼 一声勿喝从穷奇的嘴中发出 巨大的羽翼闪烁而动 穷奇化作一道幻影 瞬息就冲到了金碧之门 狠狠地撞击上去 通龙 沉重的闷响之音在古典中回荡 经久不息 但那金碧古典依旧矗立在那 不动如山 摇晃都没有摇晃 羽翼一颤 穷奇的身体退回原杵 立爪在地面上不停地暴动着 他那双胸膜依然盯着金碧之门 似乎非常不甘心 这妖兽穷奇 竟也有人的执着 悬腰通人性 和人几乎一样 而到了天妖之后化形 就真正和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凌峰看着穷奇眼眸中的不甘心 心中暗道 那穷奇又一次朝着石碧中冲了出去 比刚才更快更猛 嗡 一道更响的阵战之音在古典中回荡着 穷奇的身体竟被反弹而回 在地上滚动了下 穷奇的头颅上 还有着一缕鲜血 撞击的力量越强大 这金碧之门的反正之力也就越强 穷奇 打不开这金碧大门 穷奇爬起来 再次低吼 还是不甘心 浑然没有在意他自己所受的那点轻伤 穷奇根本就不在乎 我来试试吧 凌峰低声说道 穷奇的胸膜转过 看了凌峰一眼 随即那巨大的脑袋点了点 退到一旁 看凌峰能不能轰开这金碧之门 目光盯着那金碧大门 凌峰深吸口气 将皇城之事解决了一些 他的心也宽松了几分 这才刻意独自来此地 他并不想让其他人也知道古典的存在 毕竟昔日北老也说了 当年云海宗的宗主南宫林 都不知道这古典的存在 唯有宗门守护之人才知晓 若是能打开金碧之门 看到里面的事物自然最好 打不看 那便等以后实力强大后再来 一眉飘动 凌峰的身上一股真元之力凶猛地扑出 缭绕在他的拳上 净峰在沉寂的空间中呼啸 炸 凌峰一声低喝 身体化作幻影 瞬间冲到金碧大门之前 轰一声战动的声响回荡在虚空 凌峰的拳头停留在了金碧大门之上 一股强大的阵力从拳中传来 借助这股阵力凌峰脚步一颤 飘然而退 似乎有一股暗阵 凌峰低声输了句 飘然的身体再度如风般前行 又是一拳轰击在金碧大门之上 这一拳比刚才那一拳更猛 翁更强的反阵之力传来 凌峰只感觉皮开肉绊很疼 攻击便是如此 你用的力道越强大 若是无法破碎眼前之物 承受的阵力也会越强 而且凌峰清楚地感受到了 金碧大门上传出的强大暗径 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中 让凌峰的身形再度飘退 我力量强 反正之力就强 那股暗径更强 凌峰盯着那扇门 心中低语 目光中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似乎抓住了什么 又抓摸不透 这种感觉 凌峰回忆着脑海中一闪而湿的灵感 很奇妙的感觉 想要抓住的时候又被溜走了 再是一次 凌峰这一次没有任何的停顿 直接就是霸道的一拳轰击而出 发出轰隆隆的回响之声 没用 还是没用 这一次的反正之力 让凌峰拳头都无法稳住 而那股暗径更是带着强大的毁灭之意 暗径 凌峰的瞳孔微微一宁 突然间那一闪而湿的灵光清晰了起来 原来如此 凌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在攻击的时候 你攻击的力量和承受的反正之力是一样强大的 但若是之力中存在暗径 可伤人与无形 那么攻击之人呢 如果出全攻击的人发动攻击的时候 在相同强大的反正之力降临的时候 突然在释放可怕的暗径 这样便规避了反正力量 用更可怕的力道去破坏 去毁灭 暗径 是隐藏在暗处的力道 出其不意 瞬间发挥出的毁灭力量恐怖 想到这凌峰目光盯着那金币之门 眼眸中闪过一锋利的寒芒 随即 他的身体动了 又一次动了起来 轰 霸道的一拳 再一次轰在金币大门之上 恐怖的毁灭之力传出 那强烈无比的反正之力又一次出现 而且 还伴随着一股可怕的暗径 但就在这时 在那股暗径刚生之时 凌峰的权重 一股可怕的见到杀伐之意冲天 这杀伐让空间都变得 极其的可怕 直接轰在那才刚刚生出的暗径中 直接将那股暗径给撕裂 可怕的杀伐之力这一次没有遇到阻碍力量 完完整整地落在了金币大门之上 弄插 一道轻响声传出 凌峰的身体瞬息飘退开来 吐出可怕的杀伐暗径立即就退 没有片刻的停留 极其的果断 凌峰后退后看着那金币大门 在凌峰的嘴角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只见这金币大门上 出现了好几条裂缝 虽然还不足以让金色大门完全碎裂掉 但这已经足够了 再来几次攻击 不幸破开不了一扇门 第五百章奇遇 嗡 又是一道强烈的战动之音滚滚传出 凌峰的拳头轰在金币大门之上 弄插的声响不断 裂缝越来越清晰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裂开 再来一拳应该就可以了 凌峰感受到那股战动的力量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身体退到一定程度 随即他的脚步一跨 一阵狂霸的钢峰从手中呼啸而出 这呼啸之风极其的刚烈 带着一股可怕的气流逆旋 破 凌峰大鹤 凌峰的拳头轰击在金币大门之上 巨大暗境吐出的瞬间 再也没有了嗡名之声 唯有爆裂的声响 那金币的大门竟被震得裂开掉 化作一片金色的粉末 消失于无形当中 破了 这金币大门终于被凌峰破开了 露出了里面之物 这是一条宽敞古仆的大道 只能容纳两三个人行走的大道 全部都是神秘的气息 破开那兼顾无比的大门之后 首先凌峰看到的并不是想象中的珍宝 以及藏着功法的大殿 而只是一条深邃无边的通道而已 没有人知道这通道通往哪 也没有人知道这通道有幽深 凌峰的目光闪烁不停 他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踏入这通道 位于古殿当中的未知通道 凌峰这次犹豫了 他在领古殿 破开了金币大门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看到大门之后的情景 难道现在止步 不行 我付出了这么多 看都不看一眼 我不甘心 凌峰沉吟了下 目光中闪过一道锋芒 此地位于古殿当中 藏得如此的深 还要用巧境破开了金币大门 才能够踏入 若是净都不进去看一眼 太可惜了 我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了 凌峰想着 他的脚步往前一跨 踏入到眼前这条幽深的身像当中 危机是一种考验 也是一种机遇 在面对之时 只有坦然 而不是躲避 凌峰跨入古道的刹那 突然生出一股极为奇妙的感觉 此刻的他 孤身一人 位于一苍茫大道之上 漫无目的 周围之地 没有其他人 只有他自己 回过头 看一眼自己刚才踏入的地方 凌峰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现在的他 仿佛位于另外一处地方了 一条孤立的古道之上 幻阵 凌峰的瞳孔一鸣 这是阵法 而且 似乎是幻术阵法 让他看不透 瞬间连身边的场景都变化掉了 修 一道锐利的笑声传来 凌峰目光为宁 随即身体微微一偏 一道光芒擦着他的身体而过 在他的脸上 依旧感受到了一缕缕火辣辣之感 除幻阵外 还是杀阵 凌峰的目光彻底僵住 诧异 满是不可自信的神色 这古道 除了是幻境之外 还是杀阵 会要他命 凌峰他从来不会去侵蚀幻境中的杀法 上一次九宫困龙大阵 在阵法当中杀戮 虽为幻阵 但人死了就是死人 只不过死了之后直接退出阵法 但却是真正的死亡 而不是在阵法中幻想的死亡 这幻阵中的杀法 绝对不是和他玩笑的 会要他的命 咻咻 两道可怕的锐利笑声同时传来 极其的刺耳 凌峰站在那 静静地感受着净峰吹来的位置 随即他的手掌动了 轰然间拍打而出 狂霸的净峰扫在那两道射来的力气之上 是两道箭矢 被凌峰的掌峰扫中 瞬间就落在地上 痴痴 风瑞刺耳的声音从凌峰的头顶上空传来 身形如风 凌峰避开来 轰隆一声大响 一道刀芒闪眉 留下一道璀璨的光滑 好可怕的地方 凌峰的目光彻底地僵硬在了这里 踏入这古道内 一缕缕的攻击接连不断 都是要他的命 凌峰在想 这古道出现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难道只是为了杀人 如果仅是为了杀人 何必要弄得如此的麻烦 凌峰有些不信邪 目光中锋芒毕露 踏出的脚步 越来越坚韧 没有半点动摇 痴 痴 羞 吏笑之声和四耳的风声同时响起 剑矢和刀光破空而来 从虚无中斩向凌峰 比之刚才 似乎更可怕了 给我滚开 凌峰一声怒喝 浑身上下都释放着一股霸道无比的气息 真圆如剑般锋利 那剑矢直接在剑气中被撕裂 而展落的光芒也没能奈何得了凌峰 呼 长长地吐出口气 凌峰随意地扫尸了一样古道 随即愣了下 突然 他的脑袋抬了起来 朝着上面看去 缥缈的幻境当中 一幅矗立如山的雕像坐落在那 不动如山 仿佛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够撼动到他 所有的攻击只要落在他的身上 都将成空 怎么回事 凌峰的心狠狠地站立了下 这图案一闪而逝 只是出现了瞬间 便又消失不见了 但其中 却仿佛蕴含一种意志般 那幅图案始终在凌峰的脑海当中回荡 挥之不去 意志 凌峰难难低语 天人合一之上的境界 便为意志 刚才那图案 就似乎拥有意志 看一眼 就再也无法抹去 闭上眼睛 凌峰用心去感受 感受这古道中的玄妙 呼啸的进风从身边刮过 凌峰如风般飘动着 脑海陷入一种奇妙的感觉 去感悟 去捕捉 出现了 脑海中那奇妙的图案又一次出现了 这脑海中的雕像 仿佛是一尊佛 更古长存的古佛 肉身不死 永恒不灭 而且 凌峰除了感受到这尊雕像图案之外 还清晰地感受到 在这图案的身上 有着一条条模纹 非常奇特的纹路 连接着这座雕塑身体的每一个重要脉络 这是 一种功法 凌峰的心站立了下 难道这雕塑 是在为他提供一套功法 让他去参悟 可是 这功法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 也没有说明 就是一套脉络 让你去感受 太玄妙了 凌峰他感觉很不可思议 但又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这流动的脉络轨迹 确实是一套功法 而且非常厉害 这种强烈的脉络轨迹